第2181章移乎城 剑铜到来之后 石峰便与他一路急闪 往传送祭坛所在的西北方向急速暴冲 跑了 这人灭杀了三位海巫族 开始逃跑了 他正往传送祭坛跑去 有人见到石峰急飞的方向 随即开始说 他当然要跑了啊 这里可是海巫城啊 他杀的可是海巫族 我们在海巫城 都很少见到海巫族 海巫族到底真正生活在哪里 没有谁知道 不知道 等一下会不会有海巫族出现 拦截着胆大妄为的人族 身形往西北方向暴冲之时 石峰的面容已经变得异常凝重 现在他想要的 只是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座城 就是哪里了 而就在这一刻 石峰指着斜下方的一座神殿 对剑铜说道 他的视线已经扫到 海巫城的传颂祭坛 就在这座神殿当中 紧跟着 他与剑铜的身形朝着那座神殿狂猛俯冲而下 不过就在这时 石峰的面色忽地一变 他已感应到 四面八方 接传来了一阵阵浑厚的水之气息 是那海巫族 在他的感应之中 竟然数十道水之气息 其中有相近十道气息 都不弱于他轰杀的那海巫族中年男子 其中有几道 比之更甚 快 石峰又对剑铜说了这一字 催动全力 瞬间到达了神殿之上 然后身躯依旧无比狂暴地下冲 通闭一声 他直接以肉身撞破神殿 跟着 急速下坠 祭坛所在的神殿之内 此时此刻已挤满了一足 悬浮石峰周身的五十八件真神战器 顿时奇奇散发着绝世神力 随后 石峰冷声一喝 冲着下方喝道 全部给我滚出去 不然 死 声音无比霸道 在这神殿内不断回响 如今乃非常时期 他必须尽快离开 管不了这霸道不霸道了 若是那些海巫族追过来的话 必将麻烦 先前 幸好与剑同在 自己才逃过绝世一级 反杀了那的海巫族 而那等神通 剑同根本无法一直动用 对付一个海巫族还好 而如今出现的 可是数十名海巫族 在石峰那霸道的声音之下 以及五十件真神战器的狂暴神威下 一个葛义族 旋即不断地往这神殿中撤离 来了这么一个嚣张耍狠的狠人 还是退出去 保住性命要紧 就连那原本站立在传颂祭坛上的义族 以不管交付的原石 也开始撤离此地 石峰发现 这操纵空间祭坛的九位义族 并不是那海巫族 紧接着 石峰与剑同的身形无比狂猛地坠落而下 刚好坠落在了那座空间传颂祭坛的中心 轰 而与此同时 一股爵士狂力从石峰的身上席卷而出 站立传颂祭坛八方的九位义族 身形随即在石峰的那股爵士狂力之下不断倒退 啊啊啊啊 发出了震震惊呼 他们不知道这个狂人 到底要对自己做什么 难道因为自己没有退出神殿 他真要自己死 石峰倒是没有杀他们 只是以狂力将这九个义族逼退 怕到时候启动空间传颂祭坛的时候 这些义族被暗中做出什么手脚 此时此刻他已经感应到 那数十道水之属性浓郁的气息 正往这座神殿急速接近而来 那些出现的海巫族 看来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 往这追杀而来了 启动 持风一声低喝 席卷出的灵魂之力操纵起了这座传颂祭坛 这座祭坛 先前本就处于准备启动状态 包槽口已早就被原石填满 而紧急之下 时风都来不及去调整坐标 不管下一城是哪座城 反正先离开这海巫城再说 轰轰轰轰轰轰轰 这时 只听一道道爆破声不断地在这座神殿中回响 一道道细带着爵士气息的身影 正不断地冲入这座神殿当中 使数位强大的海巫族 到来了 不过与此同时 传颂祭坛之上 一道白光爆冲而起 瞬间吞噬了石峰与剑桶的身躯 拦住他 别让他跑了 只听一道冷喝从上空响起 时数位海巫族 瞬间起其右手长爪 时风顿时感应到 一股绝强的吸力 正在自己的身上产生 那些海巫族 要把自己从这传颂祭坛中吸出去 哼 白光之中的时风 发出一声怒哼 右脚抬起 再而重重一踏 整个人 仿若已在这祭坛上扎根 真 而这时 见同吐出极为玄傲的一字 时风顿时感受到 那时几道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狂猛犀利 已全数消失 紧接着 就是那时聪明强大的海巫族 俊美的面庞齐齐一变 随后 便见他们的身形 往下击冲 也冲向了那座传颂祭坛 不过就在这时 只见吞噬了时风的白光 狂猛飞冲而起 瞬间化为了一道白色光柱 冲破一切 冲破虚空 尽管有四无隔海巫的身体挡住了那道白色光柱 但对于白色光柱来说 一切阻碍都仿若空气 从他们的肉身中狂猛穿透而过 冲入了苍穹 持风与剑桐 算是成功地离开了这座海巫城 追 快追 不能让他跑了 此人 必须死 一道无比愤怒冰冷的声音 从一位海巫族的嘴中喝响 只见一个个海巫族 也不断地坠向那座空间传颂祭坛 有人族 竟在海巫城杀死了自己三个族人 这 简直是奇耻大辱 卑贱的人族 本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上 死 必须的死 必须全部的死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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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身形 也不断地狂猛坠落 那先前被使风逼退的九位一族 随即赶过来 操作祭坛 舔送原石 他们一直在这座神殿里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但如今在这里 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海巫族大人们 已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哪里胆敢怠慢 移乎城 传送神殿内的传送祭坛之上 一道白光降落 密密麻麻奇形怪状的身影显现于祭坛之上 这些 正是从四面八方来到移乎城的众族 而这些身影中 夹杂着两道人族的身影 正是石锋与剑童 第2182章 神语大军 石锋来到移乎城后 灵魂之力便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而与此同时 他暗自将一股爵士神力凝聚在脚下 悄然轰击在了身下的那座传送祭坛之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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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间 一道道脆响之声 不断地从传送祭坛上响起 一道道裂口 不断地从祭坛上显现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传送祭坛上便布满了密密麻麻 如蜘蛛网的裂缝 怎么回事 嗯 怎么回事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祭坛怎么出现这么多裂口 顿时间 一道道惊然的声音 不断地从众一族嘴中响起 一张张齐形的脸上 双目顿时瞪大 皆凝视着裂口越来越多的传送祭坛 石峰从海巫城传送到这座城 海巫城的祭坛之上 还指着这座城的坐标 如若不破坏这座祭坛的话 那些海巫族强者 必然会马上传送过来 我们走 感应到这座空间传送祭坛 被自己彻底破坏了以后 石峰向剑桐传音道 剑桐的双手 顿时凝结为一道玄奥手印 紧接着 他便与石峰的身形消失于破裂的祭坛 神殿之中 一道道喧闹声还在不断回响 不过这些都已跟他石峰无关 下一瞬间 石峰便与剑桐出现在了那座神殿之外 一户城中 各一族来来往 异常热闹 来到这个神战大陆之后 石峰一共进入了两座城池 而这两座城 皆是个一族齐聚的城池 在这一户城中 石峰见到了数十个不同种族的生灵 一户城 一看就是一座存在了起码数千之年的古老大城 充满着抑郁风情 此时此刻 石峰与剑桐急速行走于这一户城中 想要尽快出城 那个海巫城的空间传送祭坛 既然与这一户城相连 谁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神秘手段 可传送到这一户城 而且两城既然相通 可见两城之主关系匪浅 或许海巫族可通过什么手段 传讯到这座一族古城 能在各族纵横之地的建成者 实力必然不简单 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 石峰都想杜绝 人族 石峰与剑桐以及快之速行走之际 忽然间 只听一道洪亮的喝声 与虚空响起 果然 听到那道喝声 石峰的面容瞬间冰冷了下来 紧跟着抬头 只见虚空之中 傲立着约有百道身影 这百人 浑身上下长满灰色毛雨 仿如大鸟一般 而他们那张布满灰毛而骑行的脸孔上 竟横长着五只树木 是一呼足成大统领雨昆 率领他的神与大军 没错 是神与大军 当见到虚空之中的百道身影之际 一呼城中顿时发出了阵阵惊呼 石峰此刻 也已经与剑桐顿住了脚步 面色已满是凝重 这些长满毛雨的异族人 很显然是针对自己而来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自己将这座城的传颂祭坛给破坏了 而那海巫族 已向这些异族传达了讯息 虚空之上 那奥利最前方的毛与五目族 气势冲天 境界 已然超越了真神三重天 而其他鸟人 真神三重天有两位 二重天竟有五位 一众天数十位 其他境界最低者 都已达六星半神 这是一只 精锐的异族战兵 而这时 石峰咧嘴一个冷笑 冲着苍穹中的这些鸟人们出声道 海巫族的走狗们 放肆 而就在石峰那道声音响起之际 其中一位真神三重天的鸟人 随即朝着他怒然一喝 喝 不过那位奥利最前方的首领 却是不怒返笑 开口道 要我等成为他海巫族的走狗 他海巫还不配 我神与五目族之所以捉拿你 那是他海巫族开出了封后 令我王都心动的报仇 神与五目族 石峰嘴中吐着这几个字 跟着在尔冷笑道 什么鸟人族 从今往后 就没必要存在于神战大陆了 嗯 嗯 你真是找死 跟着 刚才脸上还带着笑意的 那个神与五目族统领 一听石峰那话 面色顿时大变 仿如晴天霹雳一般 发出了怒然报喝 捉住他 要活的 紧接着 他朝着下方的石峰一指 报喝道 他没有想到 一个真神依仲天的人族 竟然在自己的面前 在自己侵略的神与大军面前 说出如此不要命的话 或许 他真的不要命了 他或许已经知道 自己必死了 所以什么话都敢说出口 这人族到底何方神圣 竟然在神与大军面前 还这么嚣张 不知道啊 我又看不透他的境界 能说那样狂妄话语的 境界必然不低吧 或许 这人族的来历不一般 望着那道奥利大道上的身影 其他异族们 顿时对那身影指指点点 议论道 此时此刻 由于石峰 原本那片涌挤的大道 已经空出了大片区域 那些异族们 真的怕遭到波及 此时此刻 除了那位大统领外 神与大军已经全数冲飞而下 哼 而这时 石峰发出了一阵不屑的冷哼 仿佛根本没有将那些冲下的鸟人们放在眼中 用老方法 暗杀那个鸟人首领 而这时 石峰对着身旁的剑桐暗自传音 跟着 又嘱咐了一句 道 等下将我传送出去的时候 你也一起 到我身后 当时在小世界 原谣剑狱 都看破了他的隐藏 而除了那个鸟人首领之外 真神三重天 可是还有两个 我明白 剑桐回到 石峰的注意力 再而凝视在了上空之中的那个最强鸟人身上 自己只要将这只鸟人给轰杀的话 其他的鸟人 都不是问题 密密麻麻朝着石峰杀来的鸟人即将到达之际 石峰再而对剑桐一喝 好 就是现在 顿时间 剑桐神通再一次施展 只见他与石峰的身形 瞬间其其消失 嗯 嗯 顿时间 气势汹汹杀下的神与大军 面色忽地齐齐一变 第2183章神与分身 就在这片天地间 所有异族面色都齐齐一变之时 那位神与大军首领布满毛雨的脸面上 也已经布满了异常凝重之容 那个人族 就好像忽然从这个世上蒸发了一般 轰 不过紧接着 只听一阵雷霆轰鸣之声 忽然从他的头顶上方抱响而起 这一刻 所有异族都抬起了头 只见一道仿如暗黑雷神降临的身影 悬浮当空 散发着绝世神威 他的周身 悬浮着密密麻麻的旋气 这些旋气 竟然全是神级战器 去死吧 池峰冷视着下方的那个鸟人首领 发出了一阵诺然爆喝 紧接着 58件真神战器 以及他暗黑雷光闪耀的右拳 朝着那鸟人首领抬起的脸面爆轰而下 不过就在这时 石峰的脸色忽低一变 他忽然感觉到 这一切 好像实在是太顺利了 顺利的 令他感受到了一股不安 而就在这一刻 就在那些狂暴的真神戏语 石峰的拳头即将轰中那张毛雨脸面之时 只见那个鸟人的身躯仿佛化为万千 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毛雨漫天飞舞 石峰的那一拳 石峰的绝世一击 便轰在了那密密麻麻的毛雨之上 那个鸟人首领的身影 竟然已经消失不见 神语分身 没错 是神语族的三大绝技之一 神语分身 神语分身 据说身躯化为漫天万千毛雨 但真正的真身 其实附身在了其中一根毛雨之上 不好 一道惊呼 顿时从石峰的嘴中响起 与此同时 他操纵着58件真神战器 朝着那漫天毛雨狂暴轰击 而他的身上 爆发出了一阵爆裂狂雷 朝着四面八方猛然扩散 涌向了那些飞舞的灰色毛雨 躯空之中 顿时出现了一片黑色小 小型雷海 异常强大狂暴 真神依仲天 竟能发动出如此强大的攻击 你很不错 人足 而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道声音 于那片暗黑雷霆中响彻 只见一道长满毛雨的身躯 于那暗黑雷海中显现 而他的手中 正握着一柄仿如灰色毛雨凝聚而成的大剑 神语剑 传闻也是神语五目族的三大绝技之一 以身上毛雨凝聚绝世神剑 据说自身什么境界 那么身上毛雨所凝聚而成的神语剑 威力也将达到相同品阶 只是这等绝技很难修炼 在整个神语五目族修炼大成者都没几位 不然的话 简直要逆天 望着那的鸟人首领 望着他手中的神语大剑 石锋脸上的面容再而猛然大变 好了人足 不要再蹦打了 束手就行吧 那位鸟人首领开口说 手中的神语剑一动 只见这片暗黑雷海 瞬间在他的力量下消失五宗 而紧接着 神语直刺向前 刺向了石锋 剑的速度看着很缓慢 动作很随意 然而这一剑之上 却是蕴含着爵士杀鸡与爵士剑翼 面对如此一个强大的一族 面对如此强大的一剑 石锋的面容变得越来越凝重 不过他没有后退 操纵着五十八剑真神战器 在而一阵暴喝 战 哼 爵士雷鸣在而暴响 五十八剑真神战器 再次齐齐移动 迎向了那柄次来的神语大剑而去 哼 两股力量 瞬息之间便狂猛撞击在了一起 而紧接着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族们见到虚空中的那两道身影 竟往后齐齐倒飞 双方在刚才的碰撞下 竟然皆在对方的力量下飞了出去 大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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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下方的神与大军之中 顿时响起了阵阵难以置信的惊然大呼 神与大军 大统领与昆 那可是真神似从天之境的超级强者 在他们神与大军的心目中 犹如无敌的代名词 如此强大的一尊神 竟然在一个真神医众天人族的力量下倒飞 这种事 令他们感觉到了极度不真实 其实不仅他们 就连那首领雨昆 身形倒飞 望着那个同样倒飞之人 五目毛雨的面容都已经变了 看来 自己刚才确实是太小看那个人族了 此人 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难道那海巫族 为了这个人而开出那么诱人的条件 杀死他 我们再一起出手 杀死他 而这一刻 神与大军中顿时响起了阵阵大呼 紧接着 只见那百位神与大军齐齐一动 一起朝着还在倒飞的石锋杀去 我们离开吗 而这时 剑童那道妖媚的声音 在石锋的耳畔响起 不急 石锋回到 望着下方冲杀的百位神与大军 又望向前方那个鸟人首领 此刻 与昆倒飞的身形已经吻下 再而朝着他气势汹汹地冲飞而来 手中的神与大剑 杀意更甚 气势如虹 这个鸟人的境界 应该达到了真神四重天 而他手中的羽剑 虽然不是玄器 但在一道秘法之下 也相当于一件真神四重天战器 再加上这个鸟人化身毛雨的神通 我竟完全看不透 石锋眉头皱起 再而暗暗说道 而就在这一刻 石锋双手再而舞动而起 操纵着58件真神战器 旋即往下方冲上的那些鸟人们爆轰而去 自己与这些鸟人们无冤无仇 而他们却呈那海巫族的走狗来捉拿自己 自己又岂能让他们好过 58件真神战器包轰而去 飞冲而上的鸟人们 脸色在而齐齐大变 五目猛然大争 躲开 快躲开 一阵抱吼 从那首领雨昆的嘴中吼响 刚才的碰撞 那人的力量 可是与自己相当 他们如何能挡得住 那个狂人的攻击 抱喝之时 雨昆身形狂动 俯冲而下 冲向了那58件真神器 神与大军 格格都是精英 那些就是境界低的 也是天赋不凡 潜力无穷 若损失一个 都会令他们神与五目族无比心疼 了人 你的对手是我 而就在这一刻 一道年轻冰冷的声音 忽然传入到了那雨昆的耳中 十风的身形 瞬间出现在了雨昆的下方 挡住了他 十风的整个人 在一次暗黑神雷狂烈闪耀 化身暗黑雷人 第2184章 斩不尽 就凭你自身之力 也敢挡我去路 找死 神与五目族雨昆 对着十风一喝 在他认为 先前这个人族 催动58件真神器 才能与自己碰撞葛平手 而此刻光他自身来挡自己 下一刻 雨昆手中的神与大剑 以狂猛斩下 斩向了十风 哼 一阵怒哼 从十风的嘴中响起 没有58件真神器在 自己确实打不过这个鸟人 不过 救他的力量 还毁灭不了自己 站 十风的双拳凝聚全力 朝着那柄斩下的神与大剑 迎了上去 瞬息之间 神与大剑已经斩入了暗黑神雷当中 只见闪耀的神雷 瞬间在这神与大剑的力量下溃灭 而大剑 已经斩在了十风的双拳之上 已斩入皮肉三分之二 手骨都已破碎 鲜红的血液 染满了十风的双手 不过 这剑斩下的一击 还是被十风坚硬的双拳给挡了下来 嗯 这一刻 原本满是不屑的雨昆 面容都一阵惊变 没有想到此人的拳头 竟是如此的变态 而紧接着 一阵不好的预感在雨昆的心头产生 呵呵 双手虽然染了鲜血 虽然阵阵剧痛从拳头上传来 十风却还是咧着嘴 冲着你雨昆发出了一阵嗜血般的冷笑 就在这一刻 朝着神与大军狂轰而去的 58真神战器已经到达 58件真神战器分为了两波 各29件率先轰向那真神三重天境的神与五目族强者 面对如此众多的绝世神器轰来 两位神与五目族的强者 只能硬拼 轰 轰 只见两阵暴轰之声 在这一刻狂猛暴响而起 令得天地摇荡 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上空之中 响起了十风疯狂的大笑之声 该死啊 神与五目族雨昆脸上 已经显露出了无比愤怒之容 他已然见到 下方那两位 在重神气的暴轰之下 已无法抗衡 死 给我去死啊 雨昆手中的神与大剑再而劈砍 砍向了十风的头颅 这一刻的他 真是恨不得将这个人给斩成两劫 本少 乃不死之身 岂会死 而十风 再而冷笑 这个时候 只见他染满鲜血的双拳 拳头上那两道触目惊心的裂口竟已愈合 紧接着 十风再以双拳 迎向那柄神与大剑 轰 爆破声载而轰响 十风再一次 以他强硬的双拳 挡下了雨昆的这一剑 而这一次 神与大剑肉肉肉骨更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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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这一刻 只见下方的神与大军中 发出了震震痛苦的惨嚎 只见一柄黑色绝世魔刀 正在这神与大军中开始纵横 所斩之力 无人可挡 一颗颗遍布毛雨的头颅 正不断地冲天飞起 这柄刀 正是那剑真神三重天之戏 斩天魔刀 剑筒 已加入了屠杀 如今的他 已与斩天魔刀融合 斩天魔刀之力 便是他之力 两位真神三重天强者遭受众神器轰击 而这些神与大军 岂能挡住这盏天魔刀 啊 不 暴怒的大吼 从宇坤的嘴中吼响 望着自己亲自培养的神与大军正在不断地被屠杀 他的心简直在滴血 而就在这时 宇坤手中的大剑狂猛一阵 呃 一阵痛苦的身影从石锋的嘴中哼响 只见他的两只拳头 已被神与大剑分别斩下了半个 神与大剑继续劈凯 斩向石锋的头颅 斩吧 近日你能斩死本少 本少跟你性 石锋的脸上还是挂着笑 冲着这宇坤笑道 哄 这一剑 竟直接斩在了石锋的头顶之上 从头顶直斩到了额头 哈哈 竭尽全力 也只能斩到这嘛 剧痛虽然传来 不过石锋还是冲着这宇坤在笑 这一剑 宇坤自然是凝聚了全部神力的一击 虽然斩入了这个人的脑袋 却没有想到 受如此斩棘 他 竟然还活着 而且此人肉身之变态 之强硬 已将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给挡住 如今的石锋 这具变态之躯已不止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阿 宇坤一声大吼 神力在而不断地灌入神与大剑中 剑更加狂猛地往下劈斩 再从石锋的额头 斩入到了鼻梁 已横跨半张脸面 可是这个人 竟然还没有死 竟然 还在冲着自己在笑 疯子 这简直是一个疯子 难道死人之身 真的乃是不死之身 想起石锋刚才说的话 宇坤的脑海中 浮现了这么一个念头 紧跟着 他冲着石锋再次一喝 不管你是什么身体 今日 你必须死 随后 宇坤的手跟剑又动了 石锋原先被宇坤砍掉的双手拳头 在他变态的恢复手段下 竟又重新长了回来 而这时 只见他双拳再次迎接而上 再次迎向那柄神与大剑而去 转瞬之间 便无比爆裂地轰击在了神与大剑上 然后 他再以双拳挡住大剑 弯身 脑袋一滴 与神与大剑分离 而他那道半个脑袋被斩的裂口 简直触目惊心 不忍直视 鲜血正在狂猛喷涌 打到这里 石锋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鸟人先前施展的神与分身却为玄妙 石锋从刚才担心的便是他再次施展神与分身 万千毛雨下 到那时候 自己根本无法看透他的真身 但到了现在 他却一直没有施展那道神通 石锋暗自猜测 那道神通施展之后 想必无法移动或者什么 不然的话 下方的神与大军正在被自己与剑桶屠杀 这鸟人看上去如此悲愤 他早就施展那神与分身甩开自己 冲了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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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震痛吼之声 还在不断地回响 刚才在58件真神器的暴轰之下 那两位真神三重天强者竭尽全力抵挡之际 身后狂猛斩来那柄爵士魔刀 已将两个鸟人都给斩成了两截 摆明神与大军 到的此刻 已经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神与大军 没有想到那的狠人 以自己的身体挡住神与大统领宇昆 然后操纵他的众神器 对神与大军进行大屠杀啊 没有想到 强大的神与大军 今日竟遭如此劫难啊 这 这个人族 我早说他来历不简单啊 神器难寻 他 他竟然拥有如此众多神器 第2185张本少记下了 宇昆手中的神与大剑 已对石锋进行了疯狂劈砍 石锋的肉身之上 倒倒血淋淋的裂口不断显现 但他 依旧以肉身挡住这个鸟人 宇昆以强大狂猛神力冲击而下 仿佛势如破竹之撞 但还是被那具砍步撞不开的强硬肉身给挡了下来 这 简直就是一面强硬的肉盾 这一战 虽然一直是他宇昆发动攻击 但他打得无比的憋屈 越打越狂躁 到的此刻 百名神与大军 皆已身允 惨豪之声已经停下 遭受着宇昆狂猛攻击的石锋 正在疯狂吞噬着死亡之力 魂魄 还有血液 下方的众义族见到 一句句掉落大地的神与五目族尸身 已是无比干瘪 异常善人 我要你死 宇昆又冲着石锋一阵大吼 这种眼睁睁看着神与大军死掉 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很不适滋味 他手中的剑 再而朝着石锋狂猛劈凯 了人 到此结束吧 李成为海巫族的走狗想要对付本少 本少虽然杀不死你 但绝对不会让你好受 神与五目族是吧 此族本少已经记下 此日之事 本少必然会牢记在心 但哪日本少在领此地之时 便是你这神与五目族负灭之计 面对着宇昆的这一剑 这一次石锋看上去好像没有丝毫的动作 也没有抵挡 只是冷冷开口 冲着宇昆说着这番话 而就在宇昆这一剑即将斩中他之际 只见他身形 忽然消失了 就这样忽然消失在了他的下方 不仅是他 就连下方的众神器 也已经全数消失 此人 又消失了 是啊 他又施展了这诡异的身法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宇昆的这绝世一剑 展了个空 在北方 那个人族 在哪里 而这时 下方有一族喊了一声 众人纷纷转头 往北方虚空望去 只见那道身穿黑色衣袍的身影 出现在了北边遥远之处的虚空 正在往北急速破空 听到喝喊 宇昆也转过头望向了过去 不过令仲一族感到意外的是 大统领宇昆没有追杀过去 只是愣愣地望着那道身影 神与大军 在自己的统领下 就这样覆灭了 自己 没有完成王下达的命令 而自己就算追上那的人族 又能如何 此人 简直就是不死之身 以自己之力 根本就杀不死这人 而且他的身法 来无影去无踪 自己刚才 根本完全捕捉不到 当时攻击死人的时候 自己体内的神力正在急速消耗 宇昆也担心 自己到时候不但杀不死这个人 反而会被这个人给磨死 随后 只见宇昆的手中 出现了一根金色毛雨 以意念通过金色毛雨传讯到 我王 属下该死 未能完成您的命令 神与大军 全军覆灭 石峰在剑桐的相伴下 往北极冲 很快便飞出了一呼城范围 怎么样 这一站站的爽步 这时 剑桐转过头 笑着望向石峰问道 看他这样子 这站好像站得挺爽 不爽 很痛 石峰却回道 而此刻 石峰刚才还满是裂口的肉身 竟已恢复如初 跟着他又说道 而且 还很憋屈 他的憋屈来自于任由那的鸟人攻击 而自己不能将他给轰杀 其实他想过 众神器灭杀了神与大军之后 回归周深与那与坤对轰 如果一直轰下去的话 或真能将这手持神与大剑的与坤给磨死 不过石峰并没有这样做 毕竟 那是在一族的大城中 谁知道那些海巫族的强者 什么时候追杀过来 谁知道那座城中 什么时候再出现超级强者 如今他的这具肉身 面对宇坤的时候 虽然可以堪称不死之身 但是他若面对两个宇坤 三个宇坤 甚至四个宇坤的话 从四面八方对自己不断地进行狂暴轰击的话 也迟早会将自己给轰死 见同顺宜的神通 又不能不断地施展下去 就算自己逃脱围攻 他们还会追上来 继续对自己进行暴轰 直至将自己轰死为止 所以说 史丰当时留在一户城诛杀神与大军的时候 便已经在冒险了 若再不逃的话 他真怕发生什么意外 这一刻的他 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如今 只能先逃脱追杀再说 到时候 再慢慢打听前往中澳神州的路吧 没有想到 自己刚来这神战大陆没几天 便经历了海巫城 一户城两场大战 哪里有片山脉 我们先进入那片山脉再说吧 这时 见同指着前方的一片连绵不绝的大山脉 提议道 好 就去那 持风点头 说 灵魂之力旋即朝着那片山脉席卷了过去 在这片未知的大陆 一切 小心行事 神战大陆生灵之强 天恒大陆与蟒荒大陆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一切都不得不小心 持风的灵魂之力 很快进入到了那片山脉之中 他旋即感应到了这山脉边缘地带的情况 果不其然 如此大山脉中 必然妖兽横行 不过感应的毕竟是边缘地带 持风并没有感应到有强大的妖兽 最强的 也不过在一星半神境而已 随后 两人的身形 往那山脉中暴冲而入 很快 便冲入到了树木茂密的丛林当中 吼 吼 吼吼吼 持风雨剑桐的到来 旋即惊动了林中妖兽 发着阵阵怒然大吼 不过持风雨剑桐根本懒得理会这些低等妖兽 身形 再而在这山林中极闪 这里只是边缘地带 进入这里 还不能算是真正凸显 要躲追杀 必须深入山脉才行 不过随着两人急速深入 持风也逐渐地感应到 林中的妖兽 已是越来越强 气息越来越凶悍 到的此刻 九星半神级别的妖兽 都已被持风感应到 而他们 才进入这片山脉没有多久 按这样的行径趋势 估计再过不了多久 真神级别大妖也该出现了 而这片山脉深处的妖王之类 真不知道达到了什么样的级别 真神五重天 真神六重天 哦 一阵绝世怒吼声响起 持风感应到 一头暗紫色的巨熊 正朝着自己暴冲而来 所过之处 树木不断翻飞 第2186章三足剧集 死吧 持风一声低难 轻轻吐出两字 顿时间 哦 只听一阵痛苦的嚎叫声响车而起 那头朝着他们气势汹汹而来的暗紫色巨熊 瞬间在他冲击出的一股无形神力下爆裂 那头巨熊 不过为真神一众天级别的大妖 哪里挡得住他石锋的灭杀 紧跟着 磅薄的鲜红血液以及死亡之力 魂魄 朝着石锋狂猛急剧而来 而石锋与剑铜的身形 还在往这山脉深处急速行进 神战大陆 一座神秘白光闪耀的神殿当中 此时此刻 宫殿正中心悬浮着一面庞大的菱形水晶白色光镜 而在光镜之中 有着一幅巨大的影像 影像内显示的一幅画面 正是一片丛林的画面 而丛林之中 有两道身影正在急速穿梭 正是石锋与剑铜 没有想到 平时人们见不到的剑铜 竟在这面菱形水晶光镜中显现而出 菱形水晶光镜的下方 此刻正傲力招数十道绝世身影 这些身影全是一族 浑身上下如铁链般的水草缭绕着 这是海巫族 浑身长满毛雨 脸面上长有五只树木 这是神与五木族 还有暗紫色的皮肤 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雷霆气息 正是雷骨族 没有想到 此时此刻这三族强者竟齐聚在这座神殿 双目皆盯着菱形水晶光镜上的那道黑色身影 而齐聚在这的三族强者 身上所散发着绝世气势 格格不简单 特别是最前方的三族首领 没有想到 此刻时风雨见同的举动 皆在这三族的注视当中 此子若继续行径的话 过不了多久 应该便要进入恶妖深渊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神与五木族的那位首领开口说道 如今五木族的这位首领 并不是雨昆 但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势 却比那真神四重天静的雨昆更加恐怖 没有想到不过短短促日 此子又犯下累累恶行 抓住此子 我一定要将之生喷活泼 而这时 雷谷族的那位强者 狠狠地出声说道 他 乃是雷谷族统帅气科 被时风杀死的那位雷谷族女子气瑶 正是他的女儿 气瑶身死 他便第一时间亲自出洞 去为女儿报仇 后来来到海乌城 正好见到了海乌族重强者 便得知了那个人族 在海乌城也犯下了杀孽 逃到了夷乎城 破坏了夷乎城的空间传送祭坛 之后不久 又听说神与五木族的神与大军 在海乌城遭那人族畜生灭杀 那畜生已经成功逃离了夷乎城 于是 他们雷谷族强者 便随海乌族来到了这座神殿 这座神殿 正是海乌族的海之神殿 那面菱形水晶光镜 正是海乌族秘宝之一的海之神镜 传闻来海乌族玄妙之气之一 据说海之神镜 可洞悉世间一切 不过到底是真是假 只有他们海乌族知道了 但恶妖山脉内的景象 的确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这海之神镜当中 你们可知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而这时 那位神与五目族的首领在而开口 问道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他主要的视线 是凝视向了海乌族的那位首领 毕竟如今在这海之神殿 又在这海之神镜前 海乌族此刻领导的那位首领 乃是海乌族的一位神秘祭司 名叫达纳 据说拥有诡异莫测的神通 达纳没有开口说话 雷谷族的契科倒是开口说道 几日前 我雷谷族与阎魔族于天满谷战场一战 正巧碰到那个畜生 他说是刚从其他大陆来到我们神战大陆 不过 他当时有向我二族打听 天荒圣主 冷奥月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契科的声音已变得异常冰朗 甚至激动的在轻颤 自己的女儿汽瑶 就是在天满谷战场 就是那场战争中 被那个畜生给杀死 天荒圣主冷奥月 听到这七个字的时候 那位神与五目族的首领 面容在这一刻猛然一个惊变 双目都在这一瞬间睁大 他们神与五目族 在冬月神州算得上是一个强大势力 但是跟那天荒圣地比起来 却什么都不是 天荒圣主冷奥月 不止神与五目族的那位 就是海巫族祭司达纳 面色也是一变 不过达纳的面色 瞬间冷了下来 此事是观众大 我还是先禀报我王仙 跟着神与五目族的首领语言 暗自开口说 一根金色毛雨 出现在了他的右手当中 中奥神州的天荒圣地 可不是他们神与五目族 可以招惹的存在 此事事关重大 他必须禀报 随后 雨燕心念一动 将刚刚得到的讯息传音了出去 雨燕 你怕了 见到雨燕脸上的金融 契科满是不屑地开口 说 那张暗紫色的脸上 仿佛还挂着一抹嘲笑 跟着 契科在而开口 说 我可是听说了 那个畜生可是当着无数生灵的面 说待他在林一呼城时 便是你们神与五目族覆灭之日 要是一般的仇恨 牵扯到那位天荒圣主 契科或许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被杀的 可是他唯一的爱女 契友 此刻 契科早已将一切都豁出去了 此仇必须地报 那个畜生 必须扒皮抽筋才行 对于契科的那番话 雨燕仿佛根本不为所动 他如今要做的 便是等待他们神与五目王的回复 网友英明的决策 他自会指引自己该怎么做 见雨燕没有说话 契科在而切而不舍地说道 与其担心天荒圣地 还不如将此畜生 从这个世间彻底抹杀 不然的话 他若真与天荒圣地有关 待他重回天荒圣地之时 便是我们面临天荒圣地讨伐之日 此畜生 会死 他绝对没有机会到达中澳神州 到天荒圣地 而就在这时 从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海巫族祭司达纳 凝视着海之神境中的那道黑色身影 冷冷开口说道 此时此刻 达纳身上已有无比浓烈的沙艺民漫出 异常俊美的面容上 双目忽然闪现起一道异常奇异的光芒 第2187章诗 狂诗 就在这里吧 恶妖山脉之中 一路急速行进的石峰忽然对身旁的剑童说道 在石峰话音响起的这一刻 两人的身形齐齐停止了下来 石峰的舞蹈直觉已经告诉他 如果再往前的话 就凶险了 如今 他已经进入到了恶妖山脉深处 刚才 他便感应到了远处一头真神三重天境的大妖气息 石峰感受得到 那只三重天大妖其实也已经发现了自己 不过 确实没有朝自己这方冲过来 算是很适象 真神三重天 如今石峰要想灭杀的话 不过轻而易举 那就先在这里待上几天 过几天再出去吧 剑童扫视着四方 开口对石峰说道 恶妖山脉深处 除了妖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以外 树木也变得越来越高大 仿佛一个葛奥里天地间的巨人 由于一株株巨树树言茂密 这天蔽日 这片地域显得一片阴暗 甚至感觉到有些阴森 跟着 见同一副调侃的模样在而开口 说 嗯 挺不错的 孤男寡女共处荒邻 不发生点什么都没人相信 听到他这话 石峰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见到望来 剑童显露出一副小女人般的模样撒娇道 干嘛这样看着人家麻 人家有说错吗 好了 不开玩笑了 石峰却满脸正经地对他开口 哼 你就是块木头 一点不懂情趣 剑童却一脸不满地说 而石峰 如今在想的是如何变强 如何变得更加的强大 他的生死 他要由自己掌控 万事无绝对 他在设想 如果那些海巫族与神鱼五穆族 真的也追到这座妖兽山脉 追到这里 自己该怎么应付 而神鱼五穆族的羽鲲子之他一人杀不死自己 面对自己反而还会有凶险 那么那神鱼五穆族必然会派出更加强大的战士 那海巫族想必也会是一样 如今那些东西也该用了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石峰右手微微一动 只见一团火球出现在了他的右手掌心之中 这事火球一现 剑童面目一个惊变 惊然道 紧跟着 只听他一声惊呼 三重天品接神药 剑童没有想到 此人竟然拿出了一枚三重天神药 不过惊了一下 他很会变世然了 这个妖孽 在小世界的时候可是灭掉了四大势力 能拿出一枚三重天的神药 不算什么稀奇 而且这枚神药 并不是活的神药 他就是拿出活蹦乱跳的三重天神药 都不稀奇 此时此刻 被石峰抓在手中的火球 正是当日他无意间以凤凰金玉镯开启远古遗迹 从那凤凰虚影中发现的那枚三重天神果 下一刻 石峰直接将手中的那团火球送向嘴巴 大嘴一张 开始一口一口咀嚼起来 看起来虽是一枚火球 不过 其实是一枚果实 这一枚果实都是真神三重天级别的神药 若是那颗长出神果的神术 不知是什么样的形态了 品阶在真神三重天级别是最起码的 可能还会更高 火焰神果一口咬下 顿时化为滚烫的能量 仿佛一团火焰似的 在石峰体内疯狂燃烧起来 石峰又有种感觉 仿佛自己浑身上下 正被一团烈焰包裹着 然后熊熊燃烧 紧跟着 石峰在而啃咬 一口一口 不断地将这枚神果啃下 神果在体内化为滚滚能量 在体内疯狂滚涌 除了丹田中的能量增长之外 肉身经过那火焰般的能量焚烧 也在逐渐地强化 很快 一枚真神三重天级别的神果 已被石峰吞噬干净 不过此刻 石峰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如今它的那颗变态丹田 一枚三重天神果 已然无法将它满足 接着 石峰心念又是一动 一株人般身高 通体碧绿 通体晶莹如玉般的神竹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吱吱 吱吱吱吱 神竹一出现 顿时在石峰的手中发出振振怪叫 在他手中狂烈挣扎起来 这株神竹 得自于灵霄圣地 乃是一株同样真神三重天品阶的神药 不过却是一株活着的神药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绝世气息 给我安静 望着手中狂烈挣扎的神竹 石峰一声冷喝 这株神药虽然已经产生了灵质 有了生命 但神药终归是神药 石峰冷喝之时 已有一股强大的无形之力冲击而出 狂猛冲击在这株神竹之上 顿时间 神竹在那股无形之力下被封印 已无法动弹分毫 就连那奇怪的声音 都已经无法再发出 随后 石峰再将这株神竹也送入到了嘴中 然后大嘴一张 也啃咬了起来 这一刻 一旁的剑童却是看得有些惺惺 其实 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吞食有生命的神药 略为觉得有些残忍 而石峰 却还是一口一口吞食着 一口咬入进入咽喉之时 便会化为滚滚能量 在体内奔涌肆虐 冲击着肉身 最终 流入到丹田 而剑童 就这样在一旁看着他 最终 那株三重天神竹 也全数被石峰吞入到了肚中 但石峰 却还是一脸的意犹未尽 不久之后 剑童看到他双手一翻 又有两株三重天品阶的神药 出现在了他的双手之中 你 你还要再吃 这一刻 剑童可真是惊了 在他认为 石峰的五道境界不过在真神一中天境界而已 刚才吞食了一枚三重天神果 与一株活着的三重天神竹 按理说 他甘田中的能量早就已经达到了大圆满才对 但他 竟然还要再吃两株活着的三重天神药 他 他这个变态 如此在吃下去 难道 真不怕身体被撑爆吗 剑童暗暗说道 他哪里知道 石峰虽然吃了神果与神竹 前些时日还吞噬了不少真神镜的死亡之力跟血液 但是如今 那颗变态丹田中的能量 却是连十分之四都未到 而紧接着 他看到石峰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 第2188章阴森的黑影 小世界那一战 石峰除了收获重神器外 神药神丹也有一批 而此次 他几乎将所获的神药神丹都吞噬一空 在吞噬血石碑中磅薄的血液与死亡之力 才满足了那颗变态丹田 丹田中的能量 终于达到了大圆满 神药之玄 石峰每吞噬一株神药 脑海之中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五道感物 一株株神药吞下去 一道道五道感物 仿佛一道道碎片开始在脑海中拼凑 此时此刻 石峰双腿盘膝坐于地面 双手递结手印 冷峻的面容上 一副明雾之容 而剑桐 还是守在一旁望着他 吞噬那么多神药 别说是一重天步入二重天了 估计二重天步入三重天都够了 在小世界 若有哪个势力聚集这么多的神药 估计再能培养出一位 真神三重天境的超级强者 此时此刻 石峰不但丹田内的能量达到了大圆满 就连体内的气血也是异常充足 充足的气血 仿佛要将肉身都给撑爆 他这事 肉身之力也已经到了顶峰 到了突破的边缘 毕竟 吃了那么多的神药 现在的石峰 只等将神药都给彻底消化 时间逐渐过去 白日进入黑夜 石峰一坐 便在这片丛林深处坐了一整天 他此刻仿佛已经入定 进入到了一股异常悬疑的状态 身陷其中 一直未醒 而就在这一刻 守护在石峰身旁的剑桐 眉头忽然猛的一皱 猛然回转过身 紧接着 只见剑桐的脸 旋即在此刻冷了下来 他见到不远之处的树丛当中 闪起两道幽绿色之芒 正紧盯着自己这方 而他望着那两道绿芒 心头升起了一抹极度不安之感 而且他可以看得出 那两道绿芒 能够看得到自己 呵呵呵 忽然间 一道低沉音邪笑声 在丛林中回荡 仿佛传自四面八方 紧接着 阵阵脚步声响起 那两道绿芒 正在朝着这方逐步接近 这是一个人例行走的生物 浑身上下散发着异常阴森之感 剑桐剑道 那是一团黑影 刚才的那两道绿芒 正是这道黑影的两只眼睛 剑桐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 也看不出这神秘生物什么级别 总之 给他的感觉很不好 人族孽障 看来我不用真身过来 便可取之性命了 紧接着 只听一道异常冰冷森寒的话语 在这漆黑的丛林中再度回响 剑桐见到 那道黑影中的绿芒 已经仅仅凝视在了石峰的身上 不用真身过来 听到那道黑影的话 剑桐眉头皱起 只见他身形一个闪动 瞬间闪到了石峰身前 挡住了他 秋想碰他 剑桐冲着那道黑影冷冷一喝 哼 一道怨魂 也想拦我 给我滚开 说着这句话时 只见那团黑影一动 探出了一只黑色影手 对向剑桐 下一刻 便见黑手之上闪耀起无比璀璨的绿芒 一道绿色光波朝着剑桐狂猛冲击而来 斩 剑桐一阵娇喝 只见他身形狂猛一颤 瞬间化为了那柄爵士魔刀 斩天魔刀 随后 斩天魔刀猛然一斩 狂猛斩向了那道绿芒 哼 无比狂猛的力量 在此刻相撞于一起 在斩天魔刀的狂斩之下 只见那道绿色光波猛然溃灭 紧接着 斩天魔刀再而化为剑桐 噩 一道销魂的身影之声从他的嘴中发出 此刻 只见他的面色变得异常惨白 异常难看 一道怨魂 没有想到 竟可挡下我这一击 那道冰冷阴森的声音 又想 听那道声音 仿佛剑桐可挡下他的攻击而有些意外 如今 剑桐与斩天魔刀融合 催动斩天魔刀的力量 斩棘之力就算未达到真神三重天 也差不多接近了三重天 而这道黑影 却不是真身 剑桐挡下他的攻击都已异常吃力 若是这生物真身到达这里 那么力量将更加的难以想象 持风出剑剑桐之时 当时都看不出它是什么样的存在 而这黑影只见第一眼 竟然便知道它是一道怨魂 这黑影 确实不太简单 好了怨魂 下一波攻击 足以让你灰飞烟灭了 跟着 只听那道黑影在而出声 随后 只见黑影的动作并未如刚才那般随意 黑色的双手开始缓缓舞动起来 一股神秘的法则之力 在他的周身显现 剑桐的心头 只觉越来越不妙 但是他不能逃 也不能躲开 身后的石峰 已进入那股悬疑的状态 若是自己躲开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攻击 必然要轰在他的身上 那后果 将不堪设想 他虽然有诡异莫测的神通 可将石峰给移开 可他担心若那样做的话 会将他从那种悬疑的状态中惊醒 他吃了那么多神药 才进入到这悬疑的状态 不能功亏一篑 剑桐心中暗暗说道 心中变得越来越慌疾 这时 黑影缓缓舞动的双手 往前轻轻一推 瞬息之间 哗哗哗哗 只听阵阵海浪般的声音 从前方隐隐传来 下一瞬间 剑桐猛然见到 前方涌出了一条黑色巨盒 巨盒奔涌 所过之处 吞噬一切 冲毁一切 如巨人般的树木不断崩塌 然后被黑色巨盒吞噬 好 浩强 在这股攻击之下 剑桐的郊区 开始在不由自主地战斗 该怎么办 他在心中挣扎 这股力量根本不是他可以挡下的力量 以他神通 他可以躲开 可是身后的石锋穴 跟着 剑桐又转过了头 望了石锋一眼 道 他 他 他 还没有回醒过来啊 就这样做 跟着 剑桐面目一定 妖美的面容顿时变得异常坚毅 回转过头 再而凝视向了那股滚滚而来的黑色浪涛 接着 只见他的双手 顿时凝结为了一道异常悬异的手印 傻姑娘 你若继续挡下去的话 可是真的会没命的 然而就在这时 剑桐忽地听到一阵熟悉的男子声音 在耳边响起 第2189章不爽 当听到石锋的那道声音之后 剑桐焦躯又是一颤 接着 妖美坚毅的脸上 浮现了一抹欣喜 侧过头 他随即见到了那一张冷峻的面旁 太好了 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们走 剑桐说道 眼看前方黑色狂猛的巨浪即将到来 他手中的印记猛然一变 但就在这时 石锋伸手阻止了他 道不必 当说着这三个字时 轰 只听一阵暴雷轰鸣之声 从他的身上猛然乍响 雷霆战神绝在线 与此同时 58剑真神战器全数于身前显现 然后随着石锋的拳头一同 狂猛暴轰向前 这一刻 剑桐可以很清晰地感应出 石锋这一道攻击 前所未有的强大 境界虽然还未突破 不过他的力量 很明显已经变得更强了 轰 一阵异常狂暴的音爆声在此刻轰响 石锋与他的58剑真神战器 同时暴轰在了他那道汹涌而来的黑色巨浪上 那道令剑桐战斗 星际的黑色巨浪竟然在石锋这一拳下狂猛溃灭开来 前方原本已经消失的黑影 再而显现了出来 嗯 一道金龙之声从黑影身上响起 看来石锋那一拳破灭他的黑色巨浪 就连他都感觉到了有些意外 你是什么东西 海巫族 还是神语五目族 石锋朝着那道黑影冷声喝道 石锋刚才虽然入定 进入到了一种异常悬疑的状态 但是剑桐与黑影之间的谈话 却都传入到了他的耳中 这黑影 明显是针对自己而来 神战大陆 石锋如今能想到的 便是那两个种族 没有想到 自己与剑桐进入到这片妖兽山脉 还是被这些家伙给找到了 听到石锋那话 这道黑影却是冷声回道 让你死的存在 紧接着 只见他的双手继续开始舞动 而这时 石锋身形狂猛一动 与他的58件真神战器一同 朝着那道黑影狂猛飞冲 刚才他也就一问 就算那道黑影告诉自己 他是哪个种族 其实意义也不大 既然找上门来 那就将之破灭再说 见到石锋冲来 见到他正在急速逼近 见到石锋到达身前之际 这黑影发出了冷燃一喝 死吧 轰 只听一阵无比剧烈的爆破 再而在这片丛林中回响 那道黑影并未对石锋进行攻击 而是发动了自爆 一股无比狂烈的爆破之力 肆虐四面八方 石锋所处的那片地狱 顿时变得异常狂暴 石锋的身形 都已被那狂暴的能量给吞噬于其中 归 不过就在这一刻 一道浇喝从剑桶嘴中喝响 一道悬疑之力在他身上产生 下一刻 只见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在他的身前显现 正是刚才被那狂暴之力给吞噬的石锋 没有想到 不过瞬间而已 石锋如此变态的身体 都变成了这样 如果在那爆破之力中继续下去的话 估计要变得破烂不堪了 不过死的话 石锋自信那自爆之力 还毁灭不了自己 与面膜黑雷相比 那等力量 还差得远 没事吧 望着血肉模糊的石锋 剑桶满是关怀地问他道 放心吧 没事 石锋道 与此同时 双手递结手印 暗自施展久悠不灭体等恢复手段 只见石锋的皮肉正在开始疯狂生长 剑桶知道 他真的是没事了 下次如果还是这种情况 你就早点将我唤醒 再怎么样 你都不要以你自己 为我去挡攻击 要量力而行 知难而退 石锋一边继续恢复着破损的肉身 一边开口对剑桶说 那一次 灵骄老祖元窑 对你我发动攻击 那个时候 你还不是用你的身体 为我挡下那一击 剑桶却说 那一次在小世界的傲天无地 剑家人看到他石锋 以肉身为他们挡下灵 消浮龙爪 其实 石锋确实主要是为剑桶挡下 回报他的相注意之情 我不一样 我是的硬骨头 那等攻击根本毁灭不了我 石锋道 不过片刻的时间 石锋模糊的血肉便已彻底恢复 刚才他接近那道黑影 可是身处自爆中心 之所以能这么快恢复 还是多亏了剑桶将他 从那自爆能量中及时传出 这里不能再带下去了 我们走 跟着 石锋又对剑桶说 那道黑影 必然是那海巫族 或者神鱼五目族派出 如今自己的行踪在这被发现 估计再过不了多久 那些家伙们便会到来 继续深入吗 听到石锋那话 剑桶在而望向了 这片丛林更深处 问道 以目前情况来看 只能往里面继续深入了 石锋说 那些家伙如今应该正往这边赶来 若自己两人走回头路的话 估计会跟那些家伙们碰上 刚才那道黑影 不过是一个分身 但所发动的自爆之力 如果石锋没有感应错误的话 应该已达到了 和真神四重天巅峰镜的权力一级 这时 石锋的肉身已经彻底恢复如初 一片完好 皮肤白皙 但此时此刻 他的那件黑色长袍 早就在那场自爆中化为虚无 这时 剑桶低下头往石锋身上无意间一贴 那张妖媚的翘脸顿时一片羞红 连忙回转头去不再去看 平时 他对石锋一副那么骚昧的模样 此刻竟然 害羞了 剑桶刚才的举动 也落在了石锋的眼中 石锋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现在什么都没有穿 望着剑桶 略为有些尴尬 紧接着 又一件黑色长袍从他的储物戒指中拿出 很是随意地穿在了身上 跟着石锋道 我们走 嗯 两人身形顺闪 再一次往这山脉深处急闪而去 身形急速穿梭丛林之际 石锋的眉头 再而紧紧皱起 一股不爽之感从他的心头升起 再次想起那道黑影 想起到那黑影自爆 他忽然隐隐感觉到 自己此刻 好像正在被一只无形大手给摆布着一般 那道黑影 并不是很强 而发现了我二人在此 却是没有等他真身过来 黑影现身 很明显要打草惊蛇 第2190章绝世恶妖 石锋与剑同朝着恶妖山脉更深处急速行径 不久之后 黑夜中 就在石锋先前赶雾舞蹈的那片丛林夜空 两道身影悄然浮现 竟然是海巫族纪斯达纳 与雷谷族统帅 细科 而那位神与五目族的强者 并未在此 也不知道他们神与五目族的王 最终下达了什么命令 这涅障继续前行了 再过不了多久 应该便可将他逼入恶妖深渊了 这时 细科冷冷开口 对达纳说 嗯 很快 他便可进入恶妖深渊 到时候 恶妖深渊的那位 必然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得知石锋与天荒圣地有关 而天荒圣地 他们不敢得罪 担心石锋体内有天荒圣地的秘印 可让天荒圣地看到他临死前的一幕 于是海巫族与雷鼓族 便想借恶妖森林那只恶妖的手 除掉他 我虽不能将这镊子亲手撕成碎片 但落入那只恶妖手中的 据说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 气科拳头悄然卧起 在心中暗暗说道 持风雨见同这一刻 身形已经冲出了那片丛林 开始急速穿梭于一片乱石之地 这片地狱 一眼望去巨大的乱石灵力 一块块乱石看上去无比猙獰 形状 仿如一只之恶鬼一般 静 自从进入这片乱石地狱后 两人便感受到了无比的寂静 静得有些压抑 仿佛落真可闻 而这时 持风的身形猛然顿指 双目扫视前方 灵魂之力也朝着前方覆盖了过去 持风早已发现 自从接近这片地狱起 妖兽就开始再逐渐减少 到的后来一只都见不到 看来此地 乃绝世妖王七席之地 不能再前行了 这时 持风面色满是凝重地开口 对剑桐说 他的灵魂之力虽然还未扫到什么绝世妖王 但是如此环境已经告诉了他 这片地狱 乃是一片险恶之地 这时 剑桐妖媚的面容也已经变得满是凝重 说 先前在那片丛林 有真神三重天级别的大妖存在 而这片地狱的妖王 必然将比三重天大妖更加恐怖 真神四重天 五重天 还是六重天 出到最后一句时 剑桐的声音在轻颤 他很难想象 真神五重天或者六重天的大妖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曾经他们小世界 只要步入了真神三重天之境 便可以为所欲为 横行小世界 我们还是往回路走 这时 石峰提议道 那等强大的大妖若发现自己等人进入他的地盘 那么 后来将难以想象 嗯 剑桐缠声硬道 点了点头 随后 他们同时转身 哦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句吼声回响天地 在这阵吼声之下 大地都无比狂烈地震颤起来 紧接着 只见整片天地都瞬间黑了下来 石峰与剑桐同时抬头 只见一道无比巨大的身躯 显现于虚空当中 巨大身躯 散发着一股爵士 凶悍 令人心计战斗的气息 那 是一头巨大的黑色巨腰 头顶之上长满了猙獰的黑色长脚 面容也无比凶恶猙獰 背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肉翅 身下 布满了利爪 一眼望去 足有白爪 这 这是什么生物 望着出现虚空的那物 剑桐惊然开口 快走 池峰冲着剑桐大鹤 旋即伸手拉住他的手臂 触手处 一阵光滑与柔软 紧接着 两人身形同时一闪 往那片丛林暴冲而回 哦 低等的生物 敢敢三番五次前来挑衅本王 给本王 死 黑色巨腰口吐人言 发出了怒然抱吼 紧接着 只见那黑色巨嘴之中 吐出一股浑厚黑雾 朝着下方狂猛笼罩而下 这黑雾 就连石峰都感受了到了异常危险 而棒驳滚滚黑雾 瞬间将这整片天地都给笼罩 石峰二人 都在瞬息之间被黑雾吞噬 不过紧接着 苍穹之上的黑色巨兽 再而发出了一阵怒然抱吼 该死 哦 他感受到了 那两个明明被黑雾吞噬的身影 还未在黑雾中毁灭 却是忽然消失了 这等于 那两个低等生物 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跑了 对于这位来说 等于那两个低等生物 给了他无尽的羞辱 怒然抱吼声下 再一次天摇地盪 而紧跟着 那道巨大的黑色腰身猛然移动 瞬间闪到了那片丛林上空 哦 怒然抱吼声又响 一棵棵巨树不断崩塌 整片丛林顿时变得异常狂暴混乱 持风与剑桐 身形还在丛林之中急速穿梭 刚才 幸好剑桐及时施展神通 他二人才在危急时刻 从那黑雾中逃脱 持风肉身变态 不一定会在那黑雾中身影 但是那黑雾若不断地冲击他的肉身 再加上那黑色巨怪在一起 不断对他进行爆轰 就算他身怀不死魔体 也会被指导轰死为止 那头黑色巨腰 很强大 很恐怖 那力量 起码达到了真神五重天 估计都已接近真神六重天 三番五次的挑衅 还在急速逃亡之时 持风嘴中轻拦着 刚才那只黑色巨腰口土人言说的话语 有声灵 三番五次前来挑衅如此凶物 想到这 使风的眉头又皱起 随后 他又想起了不久之前 见到的那道黑影分身 总是觉得 这是应该有着联系 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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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通 通 不远之处 还是不断响彻着怒吼声与无比剧烈的爆破声 那黑色巨腰 还在往这边追赶过来 仿佛不将自己二人灭杀 便是不罢休 而这时 剑童双手再而递结了手印 准备再施展他的诡异神通瞬移 继续躲离那头绝世大妖 不过就在这时 剑童面色忽地一变 竟然出声道 不好 怎么了 听到剑童的呼声 时风旋即也是面色一变 随即问向了他 这一刻 他心中的不安忽然变得更甚 有股神秘的力量 正干扰着我 我的秘法 无法施展了 剑童说 怎么回事 时风又问 我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那股力量 很诡异 剑童又到 第2191章出人意料的老太爷 剑童身上吐起了一状 时风越来越觉得 暗中有只无形的手 在对自己进行着摆弄 一道道思绪 在他的脑海中急速转动 渐渐地 只见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冷 他们二人已急快知速逃脱 但是那头黑色举腰追来的速度更快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要被那妖孽给追上 科 距离时风与剑童遥远处的虚空 一道赫然笑声响起 有两道身影 暗中隐藏于这片虚空 正是海巫族的达纳 与雷鼓族的气科 刚才那阵喝笑 正是从气科的嘴中响起 冷视着那方远处逃亡的身影 与追击的黑色巨腰 他暗紫色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猫系老鼠般的笑 跟着气科在耳冷笑着开口 对身旁的达纳说 照这样下去 这两个孽障迟早被那妖孽杀死 到时候 他天荒圣地要找 也是找这妖孽了 气科说到最后 微微转过头 望向了达纳 达纳那张海巫族特有的俊美脸庞 还是一片冷色 他的右手掌心之上 拖着一个海蓝色水晶球 散发着蓝色光辉 散发着悬翼的力量 这一刻 气科的视线 凝视在那只蓝色水晶球上 他自然知晓 那个女鬼之所以不能施展他那诡异的神通 是受到了这个海蓝星的干扰 再等一下 等那妖孽追上那个孽障的时候 那个孽障 必死 吼 这时 爆吼之声已于石峰与剑桐的上空响起 那只黑色巨妖 已经追到了他们的上空 再而怒吼出声 两只卑贱的生灵 给本王 毁灭 哦 黑色巨妖最后一阵巨吼 整片天地的空间 都发生了狂烈的震荡 如同海浪般狂烈翻涌起来 持风与剑桐 顿时受到了那股音波力量的狂猛冲击 周围的树木 在那音波力量下瞬间化为粉碎 啊 忽然间 只听一阵痛苦的交呼 从剑桐的嘴中呼出 他 已然无法再抗衡住那狂烈的音波之力 持风剑状 连忙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他 催动面膜黑雷之力 九幽名力 圣火之力 几乎将全身之力都集聚在剑桐的身上 护佑住他的身体 有时风抱住 将力量灌入 剑桐顿绝好了许多 不过 他旋即冲着石峰大吼 你不用管我 管好你自己 你将这些力量用来护我 你怎么办 放开你的心神 你先进入到我的玄器空间躲避 赶快 石峰催促道 可 可是 我走了 你怎么办 听到石峰这话 剑桐的脸上却是出现了犹豫 他还想自己恢复神通的时候 再助他脱离险境 我皮糙肉厚 死不了 你快一点 听我的 我已经用全部力量护佑你 难道你想连累我 石峰冲着剑桐大吼 可 可是 剑桐还是有些犹豫 石峰这等于让他一个人先跑 别可是了 快 哦 就在这时 受那狂烈音波力量冲击 他的力量又全部用来护佑剑桐 身躯一阵 一口鲜红的血液从嘴中狂呕而出 我明白了 见到石峰这样 剑桐随即不敢再犹豫 心神随即放开 石峰心念一动 怀中瞬间亮起了一阵血色光芒 转瞬之间 剑桐便已消失 进入到了他的血石碑空间当中 剑桐一入 石峰顿时将全部的力量护佑回自己 屈空还在音波之力下而狂烈震荡 而石峰就这样催动全力与那音波之力抗衡 身上的皮肉不断地在那狂暴的音波力量下裂开 又不断地在愈合而回 嗯 一道惊昂之声 忽然从屈空中的那只黑色巨腰口中响起 那个在他眼中只有真神依众天静的悲剑生灵 竟然还没有在他的吼声下毁灭 令他感觉到了意外 紧跟着那只黑色巨腰在而开口 卑贱的低等生物 好强硬的肉身 竟能挡下本王的力量到现在 哼 不过只是副偶顽抗而已 下一刻 只见那张黑色大嘴之中 再一次喷吐出了滚滚黑雾 再一次瞬间弥漫了这片天地 石峰 也瞬间被吞噬在了那黑雾当中 顿时感受到 那滚滚黑雾 要将自己的身体给腐蚀 可恶 狠狠吐出这两字 石峰咬牙硬挺 此时此刻 他也只能硬挺 难道今日 老子真的要陨落在此不成 他的肉身虽然变态强硬 但他还是很明显地感受到 肉身在那黑雾之中不断被腐蚀 若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这具不死魔体 这具不死魔体迟早要被腐蚀成渣水 啊 一声不甘的怒吼声 从石峰的嘴中吼响 昨日 一口气吞噬了那么多的神药 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 他必然可以突破 只要再行突破 他必然可以与那只黑色巨腰抗上一抗 可是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他继续感悟武道 让他突破 不行 我不可以死 不可以 我还未跨入真正的舞蹈巅峰 我怎可去死 我不 怒吼声在而从石峰嘴中吼响 紧接着 只见一道金芒 忽然从他的身上闪现 瞬息之间 便见他身处于一个金色光圈当中 金色光圈一现 顿时将那些滚滚黑物全部抵挡在外 石峰顿觉压力大减 望着护佑自己周身的金色光圈 激动地大呼道 我靠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这道护佑他周身的光圈 自然是已经许久没有显现过的万物之源 而令石峰没有想到的是 这许久未见的万物之源 竟然变得如此变态了 他竟然 都可以挡下那头黑色巨腰的力量 这万物之源这段时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他的进阶速度 竟比我还快 石峰暗自宁南 如果石峰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万物之源发威的时候 力量差不多在八星级别吧 而这一次 竟然直接挡下起码达到了真神五重天级别的力量 简直是 太变态了 不过 石峰也没有在想那么多 身形移动 狂猛一冲 暴冲滚滚黑物之中 一路冲击 仿佛势如破竹 有万物之源护佑的他 这滚滚黑物 竟然完全无法挡住他的冲事 第2192章暴轰恶妖 石峰在万物之源的护佑下 一路暴冲 嗯 怎么回事 这一刻 就是上空之中的那只恶妖 都发出了惊然爆吼 他知道那个卑微的生灵肉身强硬 但以他的强大 根本就没有将之放在眼中 以他的力量 他自信过不了多久 便可让这卑微的生灵死无葬身之地 但却没有想到 这卑微的生灵 此刻竟然在自己的乐物之中横行 他 哪里来的力量 吼 无比爆裂的怒吼响彻 除了空间在而狂烈震荡以外 整片天地都忽地阴沉了下来 黑色巨妖 身下的白爪开始疯狂乱抓 只见弥漫天地的黑雾间 顿时显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争鸣爪影 仿佛要撕裂这片天地的一切 空间 不断地在倒倒黑爪之下被撕裂 一道道空间裂口不断显现 嗯 怎么回事 那一位竟然发狂了 遥远处的虚空中 雷鼓族气科忽然发出了一道惊然的声音 嗯 这时 就连那位海巫族的祭司达纳 都是眉头一皱 跟着沉声开口 说纳迪等生物竟不断冲破那只恶妖的黑恶食物 什么 听到达那话语 细科一惊 竟然呼出了声 黑恶食物中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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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阵阵脆响声不断回响 持风身形暴冲之际 那密密麻麻的黑色爪影朝着它疯狂撕裂而来 不过也被万物之源给全树挡下发出阵阵脆响 而就在这一刻只见石峰的身形从那黑恶食物中猛然冲出 顿止在了半空之中 感受着万物之源不断地挡下那强大的爪影 石峰咧嘴笑道 好 太好了 李妹的 你真是令本少太感到意外了 望着护佑住自己周身的金色光圈 石峰的脸上布满了欣喜 微微抬头 再而望向了那头发狂的黑色巨妖 跑 还是站 持风嘴中轻难 而此刻 他看到那只黑色巨妖猛冲而下 正朝着自己抱坠而来 站 紧跟着 石峰面容一变 变得无比坚毅 一声冷喝 喝出了这个字 那只发狂的黑色恶妖 明显到了不将自己撕碎便不罢休的地步 若是自己逃亡的话 迟早会被那只恶妖给再度追上 结果 还是会跟现在一样 而除了这只恶妖以外 石峰已经知道 此刻必然还有几双双目 在暗中盯着自己 昨夜的黑影 以及剑桐神通未能施展 都与暗处的那些东西有关 紧接着 五十八件真神战器 瞬间于他周身显现 然后他的身形也是狂猛一冲 迎向了那只恶妖 如今既然有万物之源护佑周身 那只恶妖发动狂暴的攻击都未能伤自己分毫 那么 自己便发动全力 将这妖孽 给磨死 本少原本都已在你的威势下逃亡 而你却对本少死追不舍 既如此 那么你这孽婿便去死吧 狂冲而上的身形朝着那恶妖不断接近之际 朝着他冷声大喝 与此同时 轰 巨雷轰鸣 再而从他石峰的身上暴响而起 绝世神迹雷霆 战神绝右线 嗷嗷嗷嗷嗷嗷嗷 石峰的话语 自然也传入到了那只恶妖的耳中 听到他那番话 巨大恶妖发出了阵阵怒然爆吼 尊贵强大的自己 竟如此遭受到那低等的生物的亵渎 紧跟着 只见一道巨大的黑色身躯 与那道无比渺小的身体 以及那五十八真神战气 无比狂暴地狠狠撞击在了一起 轰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般的爆破声爆响 一道无比巨大猙獰的空间裂口显现 仿佛整天都已在这一刻崩塌掉了一般 而石峰 身形还是处于那金色光圈当中 身躯不断地爆裂震战 但是他的脸上 却还是挂着一抹冷笑 身形虽然在震战 但是在那么狂烈力量的撞击下 他的肉身 却是无好无损 大部分的力量 都已经被万物之源所抵挡 而他的五十八件真神战气 却是对那巨大的腰身 进行了狂烈的轰杂 虽然这等轰杂 对于那强大的妖物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 却令得那妖物变得越来越愤怒 狂暴 再一次张开聚嘴 发出咆哮道 怎么可能 此等卑贱的生物 怎么可能抵挡得 驻本王的权力撞击之力 哦 怎么会这样 如此强大的撞击之力 就是你我兜得比其锋芒 这个孽障 怎么可能挡得下来 气科对着身旁的达纳 再而发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 他二人 皆是真神五重天境的强者 但是刚才那只恶妖弱 向他们撞来的话 他们估计都要比开那一击 气科话音刚刚落下 达纳沉声开口 说道 这小子身上 有秘宝 秘宝 听到秘宝二字 气科又是一惊 这一次他惊的事 到底是何等逆天秘宝 竟可以让一个真神一重天 挡下真神五重天巅峰巨妖的力量 一个真神一重天境却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以及那么变态的肉身 我早就怀疑此人身上有什么蹊跷 原来是他身上的秘宝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气科双目跟着一亮 一个可以让真神一重天 挡住五重天巅峰力量的秘宝 他自然心动无比 不仅是气科 就是那海巫族的达纳 脑海之中也是心思极转 接下来 石峰与那黑色巨妖所在的那片天地 阵阵狂烈的爆轰声不断爆响起 黑色恶妖巨大的肉身不断地对石峰进行撞击 张开黑色巨嘴露出根根锋利的獠牙 对他进行狂猛撕咬 身下的百只巨爪不断地对他进行狂抓 面对道道攻击 石峰还是安然处于万物之源当中 脸上的冷笑也已经越来越甚 还在催动着五十八道真神战器对他狂轰 跟着石峰又开口 涅絮 你给本少等着吧 等一下 本少便抽掉你的精 吸干你的血 扒掉你的鳞片根瘦皮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嗷嗷嗷嗷嗷嗷嗷 第2193章作我作记 此刻虽是白昼 但是石峰与黑色巨妖所处的那片虚空 已经变得一片漠黑 这片虚空已经崩塌 已经变成了一道无比巨大无比的黑暗猎洞 这片天地的一切 包括下方大片丛林中的巨树 要么在狂暴的力量下化为激粉 要么被黑暗猎洞吞噬 吸入到了无边无境的黑暗深处 嗷嗷嗷嗷嗷嗷嗷 巨吼声还在这片天地间狂烈回响 此时此刻 石峰依旧稳如泰山 有万物之源互有周身 仿佛已立于不败 而那具巨大的妖身 在58件真神器的暴轰下 已经出现了倒倒裂口 已有黑色血液不断流淌而出 石峰的身上 产生了一股玄妙的吞噬之力 令得那具巨大妖身上流淌黑血的速度更快 往石峰汹涌而去 涌入金色光圈之中 被他狂猛吸收 哦 逐渐地 这只黑色巨妖也一时到了不妙 尽管他心中在狂暴 在抓狂 无比想要将这个人给撕成粉碎 但他还是巨大的妖身猛然移动 竟掉转过头 开始 逃跑 想跑 而这时 石峰呼地又一咧嘴 又是冷笑一笑 都打到现在 万物之缘好不容易显现让自己占尽是上风 石峰岂能让这妖物逃脱 不惜干这具巨大妖身的浑身血液 他岂能甘心 就在这时 石峰的身形也是狂猛一动 操纵的58件真神战器 往那恶妖狂猛暴冲追击 通通通通通 58件真神战器 继续对那黑色大妖进行了狂猛轰打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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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那黑色巨妖一边急速飞冲 一边发出震震暴吼 这吼 是愤怒的吼声 对于他这等爵士存在 此刻愤怒已然超过了真神战器暴轰 所造成的痛楚 卑贱的生物 你别太过分了 噢 这时 那黑色恶妖在而口吐人言 冲着石峰咆哮 过分你妹 今日本少把话料这里了 不将你这个涅序给轰死 老子是不罢休 打 打字一想 那58真神战器在而对那恶妖进行了暴打 噢 怎么办 遥远处的那片虚空 这时气磕满脸凝重地开口 问身旁的答那道 从刚才起 他们便一直等待时机 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对那涅序造成致命一击 可从刚才到现在 他们 一直没有找到那个机会 那个金色光圈 好像永远不会破碎 就连那个存在 都无法破碎这个金色光圈 此刻甚至开始了逃亡 那件秘宝 很强大 达纳缓缓开口 说道 听到这话 细刻的眉头深深皱起 问道 就连你都没有手段破掉那件秘宝 以我之力 无法破之 达纳如实开口说 跟着他又道 就算我和你之力 和跟随你我前来的两族强者之力 都无法破去 唉 气科深深一叹 原本这一次 应该是灭掉这个孽障的最好机会 原本以为 今日便可为爱女气瑶报仇 却是没有想到 凶手就在哪里 而身为真神五重天静的自己 却无能为力 我不甘啊 气科发出了一阵不甘的怒嚎 在整个雷谷族 也就只有他雷谷族统帅气科 与他们雷谷族那位至高的存在 才步入了真神五重天 而如今那个孽障 就算拥有真神五重天之力 都拿他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 他们雷谷族 没有一位可以将之灭杀 对于气科的怒嚎 达纳仿佛根本不畏所动 他的面色 看上去倒是平静很多 再而望向达纳 气科开口说道 既然你我无法将这孽障灭杀 可否请你海巫族 更强大者前来 将之灭掉 听到气科这话 达纳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已将这里的事 禀报给了我神 我神已派出 我海巫族五大战屋中的 一位前来 派出了一位战屋 听到战屋二字 就是气科都一阵心惊 气科当然知道 海巫族 有五大强大的战屋 而这五位的境界 可是已经步入了 真神六重天 海巫族除了那一位 深不可测的海巫神以外 乃最强大的五位了 若是有你族战屋前来 那么杀死这个孽障 必然没有问题了 气科说 那是当然 达纳满脸傲然开口 而紧跟着 气科又在心中一探 海巫族强大的战屋前来 灭杀那的孽障 是没有问题 但是那的孽障 身上的密宝 就此将归 他们海巫族所有了 一见真神一中天 可让五重天 存在都逃亡的密宝 吼吼 吼吼吼吼 黑色恶妖还在抱吼着飞逃 而石峰 继续对他一边进行追踪 一边爆轰 也许 我看你还能逃到什么时候 黑色恶妖的伤势 在石峰的暴打下 受创已经越来越重 黑色鳞片无数破碎 厚实坚硬的黑皮之上 裂口越来越多 身下密密麻麻的黑爪 也已经有无促止断裂 若是继续这样打下去的话 还真能将他给磨死 咦 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阵女子的惊异声 忽然响起 一道鲜红妖艳的身影 忽然在石峰身旁显现 没有石峰放行 剑桐竟然从他的写石碑中 自行出来了 石峰身形还在暴冲 转瞬之间 便将剑桐甩得远远 而剑桐 妖妹的脸上满是震惊的 望着远处的那一幕 有些不敢相信 帝南南说道 这个变态 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的天哪 如此强大的存在 怎么被他反过来追杀了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剑桐的身形也是急速移动 也朝着石峰与那只大妖脊追 也许 怎么样啊 爽不爽 石峰在而笑着开口 冲着前方的恶妖说 那只恶妖除了咆哮之外 已经不吐人言 也许 念你修炼了无尽岁月 才有这般修为 本少有好生之得 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生的选择 这时 石峰又开口说 只要你放开心神 与我缔结下主仆契约 我不仅可以让你生 还能带你步入更强之境 带你前往更加广阔的天空 第2194章屈服 哦 这一阵响天彻地的咆哮 是那只恶妖最为愤怒的咆哮声 放开心神 与他缔结主仆契约 做他作祭 就那句话 就等于对他进行无尽的侮辱 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 听到那头恶妖发出的怒声咆哮 等于是那只恶妖在自己的话语进行反抗 石峰冷笑开口 道 涅絮 既然你冥完不灵 那么你 便魂飞魄散吧 哄 58件真神战戏 再一次对那黑血淋漓的巨大妖身进行了爆哄 哦 再这样打下去的话 应该再过不了多久 便可将那涅絮给弄死 哄 哄 哄 哦 别再打了 我愿放开心神 我愿放开心神 吼 而这一刻 只听那只恶妖在而口吐人 言 看来在生死存亡之际 高傲的他 也最终放下了尊严 不 原本打算直直将这涅絮轰死的石峰 听到那只恶妖的话后面色忽地移动 原本还以为这畜生硬气得很 宁死不降 却没想到 他 还是怕死啊 紧跟着石峰感应道 前方的那只恶妖 果真放开了他的心神 一刻都不犹豫 一道森白印记从他掌中暴视而出 不过瞬息之间 便射在了那只巨大腰身之上 引入了体内 嗷 嗷叫声在而响彻 不过石峰整个人 算是彻底地松懈了下来 没有想到这一战 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战 可真是有太多的变故了 在万物之源没有现身之前 石峰那时候是真的担心 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时甚至都在想 自己该不会就要陨落在此了吧 确实没有想到 万物之源 竟然变成了这么变态 可挡下如此强大存在的力量 这时石峰忽然发现 在不知不觉间 那护佑住周身的万物之源 竟然不知何时又消失了 不过消失就消失吧 这很像那位老兄的往日作风 每一次都是办完事后 然后就这样突然走了 而就在这一刻 一道鲜红的身影于石峰身旁闪现 正是剑童到来 剑童的双目 还是仅仅凝视在那只巨大的恶妖身上 开口说道 刚才我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咦 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强大 就连那未存在都被你赶着走 那只恶妖虽然重创 但是剑童面向她的妖魅脸上 还充满着心迹 发生了些意外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就当作我身上有件很强大的神器 就连我都不知道到底属于什么品阶 而那件神器 并不是我驱使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躲在我的身体哪里 它高兴的时候 会冒出来帮我一下 池峰对剑童说 也就是说 那件神器看到你受那恶妖的欺负 然后就跑出来帮你了 剑童开口道 不过她的样子 不像相信的样子 嗯 差不多是这样 池峰点头道 而就在这时 那只怒声咆哮的恶妖 也已经彻底安静了下来 巨大的黑色妖身 就那样静静地悬浮虚空 仿佛已经认命 正以密法案子恢复着这具残破的妖身 就在这一刻 池峰一个闪动 身形已经闪到了那具巨大的妖身之上 池峰的到来 瞬间惊动了那只恢复伤势的恶妖 闭上不久的两只大幕豁然睁开 不过想起自己如今的命运之后 她将睁开的两只大幕又缓缓地闭合了回去 主仆契约已成功递结 生死已受这生物摆布 她若想要自己死 不过为一念之间而已 紧跟着 剑童也出现在了恶妖背上 这时 石峰盘膝而坐 就这样于那恶妖的背上坐了下去 再而开口 对这下方的恶妖说道 好好养伤 其他的战士都不用去管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石峰双手递结首印 首印之上散发着一道玄妙的生命之力 她 正施展她的恢复密法 助身下的恶妖恢复伤势 虽然收服了这只恶妖 但是石峰不会忘记 暗中盯着自己的眼睛 到时候有这只恶妖为自己护法 自己也好心无旁骛地感悟武道 早日步入真神二重天 见到石峰坐下 剑童的身形也坐了下来 靠在她的身旁 靠得很近 柔软的臂膀 都已经缓缓地贴在了她的手臂上 而石峰 也没见躲避 还在一心施展着恢复密法 助那恶妖恢复 遥远处的虚空 契科与达纳还隐藏在那 不过他们的隐藏手段也确实玄傲 就是石峰与那头强大的恶妖 都一直未发现这两位 那位战屋大人 不知何时才能过来 这时契科又开口 问身旁的达纳 尽管他契科乃是他们雷鼓屋的最高统帅 一人之下一万人之上的存在 但是提到那位战屋的时候 他还是用了大人二字 刚才得到传讯 那位大人出了一些事 还要过段时间才能到来 达纳说 最好快点过来啊 现在那只恶妖被他收服 身受重创正在回复伤势 现在过来 是正好收拾这三个孽序的时候 契科有点慌急地开口说 嗯 而听到契科这话 达纳面色淡然的俊美面容 眉头忽地一皱 双目为咪 望向了契科说 难道你以为 我们海巫族的那未战屋 还灭杀不了那三个孽序联手不成 契科可以很明显地听出 那情绪一直波动不大的达纳 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冰朗 契科连忙开口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海巫族五大战屋之强 乃是我们冬月神州众所周知的事 灭杀那两个孽序 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说完这句话后 契科在心中深深一叹 没有想到 身为雷古族统帅的自己 竟然变得如此低声下气 实力 一切 还是要以实力说话啊 当说到实力的时候 契科的目光 又凝视向了那道盘膝而坐的身影上 他是多么地渴望获得 此人身上的秘宝 此等秘宝在一个真神依众天静的聂许身上 实在是太浪费了 若是我获得 若是让我获得的话 我岂科 何必对他人低声下气 第2195章战屋来了 随着时间逐渐过去 恶妖身上的伤势 还在不断地恢复 而此时此刻 时封已经停下了 诸恶妖恢复伤势 再而开始其感悟五道 他已经感受到 再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成功突破了 而这一次也将跟上次一样 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五道与肉身将一同突破 嗯 不过就在这时 时封面色忽然移动 哦 不仅时封 就连他身下的那头凶恶恶腰 都已感受到了什么 发出了一阵低吼 而从他这阵低吼中可以感受得出 他竟然好像害怕了 这是凶兽天生拥有的兽性 他 这时感受到了比他更恐怖的存在 不好意思啊各位 打扰到你们了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年轻轻量的声音 忽然于他们前方的那片虚空响起 声音听上去 来着好像挺随和 这一刻 石峰 剑童 还有那只恶妖 双目皆凝视在了那片发出声音的虚空 紧跟着 只见一道身影 不紧不慢 慢悠悠地从那片虚空中走出 呈现在了石峰 剑童 恶妖的眼中 飘逸的黑色长发 腰衣比女人还要美丽的年轻脸庞 肉身之上 缠满了如铁链般的绿色水草 从那特征 石峰一眼便看出 海巫族 而且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海巫族 甚至比那只恶妖都要强 当面对那道身影的时候 石峰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脚下那具巨大的腰身 正在往后缓缓飞退 那个海巫族的样貌很年轻 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 不过石峰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 此人 已在这片天空下活了悠久岁月 石峰的面色在这一刻 已经变得异常凝重起来 以自己之力 根本无法与那海巫族抗衡 而那只恶妖被自己抱 轰厚的伤势 又没有痊愈 就算痊愈 他也不一定可与那个人抗衡 现在 石峰也就只有指望暗藏 自己体内的万物之源了 可那个老太爷 根本就不听自己使唤啊 他高兴下就出来 不高兴就根本见不到他 指望那万物之源的话 等于是在赌命 我好像看到你们紧张了啊 那方的海巫族还在朝着石峰 这方缓步走来 开口对他们笑道 他这副模样根本不像敌人 倒像是一个亲切和蔼的 邻家大哥哥一般 跟着 他又开口 说 本来我是打算早点过来 跟各位见面的 因为路上发生的一些事而耽搁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而说到这个时候 只见这海巫族忽然一个低头 然后嘴角一咧露出了一抹无比妖异邪恶的冷笑 道 让你们狗言残喘地活了这么久 我现在 就来取 诸位的 狗 命 当这句话一落 只见那道身形旋即狂猛一动 抱冲向前 急速冲来 石峰顿时感觉到 一股令人无比心技的威压 正超着自己無比狂猛的压迫而来 这一刻 石峰 濤 以及脚下的饿腰 身躯 在不由自主地滋抖 噢 tadi 噢�� subscription 怒吓 再而从那饿腰的大嘴上吼出 要是他在巅峰状态的话 或许还能挡住几下 那个生物的攻击 但此刻已片体鳞伤 该 該死 怎麽 还没有出现啊 望着那道身影越来越近 但是那老太爷万物之源却还是没有出现 时风急得跳脚 若万物之源真不出现的话 这下子真该要命丧皇权了 嗯不对 而就在这一刻 时风眉头忽然猛的一皱 仿佛发现就什么 幡然醒悟 暗暗开口 说 我什么时候竟变得如此仰仗万物了 因为万物之源刚才帮了我 我就开始 一直想要指望他 这 根本就有为我的舞蹈 曾经 我时常教导他们 舞蹈意图 讲究勇往无前 我肉身强大 那海巫族要想把我杀死 也没那么容易 我何惧也 战 而就在这时 一道战喝又从时风的嘴中喝响 只见他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明雾 跟着 变一脸坚毅 紧接着 只见时风那道盘膝而坐的身形猛然移动 他 朝着那道身影迎急而去 时风 见到时风忽然从自己身旁冲出 剑童发出了一阵惊呼 跟着他意识到了什么 按道 难道他又可以动用先前所说的那件神器了吗 可是这个海巫族 太强了啊 不仅剑童 就是那只恶妖凶恶猙獰的脸上 都浮现了一抹人性化的金融 心中在想 那个人 能挡下那个存在 或许 真的可以吧 恶妖再而回想起先前护佑在那个人周身的金色光圈 那 根本是一个无论自己如何攻击 都无法破灭的能量 嗯 嗯 嗯 这一刻 就是海巫族达那 雷鼓族七科 以及那位海巫族的强者 见到那道迎急的身影 都是面容一惊 而紧接着 祭司达那露出了一抹不屑冷然的笑 笑道 这个人族孽障 仗着他身上的那件秘宝 就敢与这位抗衡 很快他便会知道 他们之间的差距 对于他们海巫族那位战巫 达那可是有些绝对信心 那位战巫脸上的金融也已经消失 望着急速接近自己的时风 笑着说道 自己冲过来受死吗 倒也好 可省去一些不必要浪费的时间 两道同时急速而动的身形 眼看越来越近 而就在这一刻 仿若两颗流星一般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轰 这片瓶静了一段时间的天地 抱轰声在耳轰响起 啊 耳紧跟着 只听一道痛吼声响彻 时风只觉 这一刻 自己的这具肉身要被撞碎一般 痛 非常痛 急痛 不过 时风自然不可能真的破碎 当日 就是双重劫雷 都不能让他这具变态的肉身破灭 嗯 竟然没有毁灭 这时 对时风进行狠狠撞击的海巫族战巫 忽然发出了一道惊然之声 他先前听达那说 此人身上有秘宝 可忽有周身 抵挡下真神五重天力量的爆轰 可他此刻很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人族并没有动用什么秘宝 他之所以挡下自己的力量 完全凭借他的这具肉身 第2196章战巫 海巫眼 不错啊 人族 竟然挡下了我的攻击 我真是恨不得将你的这具肉身 似成一片一片放在嘴中咀嚼啊 海巫族那位强者望着身前的石锋笑着说 而这时 只见他双手长爪 显露出一根根肩长如锋利匕首般的指甲 朝着石锋抓紧而去 他这动作 仿佛真的要去撕裂石锋 喝 石锋冷燃一个爆喝 身前的这个海巫族 明显是看不起自己 他越是这样 石锋就越不爽 看不起我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心中说着这番话之际 轰 一阵雷霆爆破声轰响 雷霆战神爵与灭魔神雷在而狂猛催动 一抹星辰之光刚从石锋身上闪耀起之时 他便瞬间化为了一个暗黑雷人 与此同时 五十八件真神战器与他周身同时显现 在他抵挡着那位海巫族强者之际 众神器朝着那的海巫爆轰 呵呵 有意思 见到石锋反抗 那个海巫族又是呵然一笑 而就在这一刻 那两只双爪 已经抓急在了那道暗黑雷人之上 紧接着 只见石锋身上的灭魔神雷 瞬间在那双爪之下溃灭开来 石锋身形再现 闪耀着无比璀璨的星辰之光 灭魔神雷力量溃去 但这九星之力还在 那只抓来的猙獰双爪 一把抓急在了石锋的双肩之上 十根手指 全数狠狠地刺入到了他的肩膀 啊 只听一阵无比痛苦的痛嚎声于石锋嘴中响彻 面容 因为肉身遭受到的无比痛楚而扭曲 没有想到 石锋的这具变态强硬肉身 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这海巫族刺入 砰砰砰砰砰 而另一方 58件真神战器的轰击也已经到达 不过那的海巫族强者的周身 显现了一道水之力形成的钢罩 竟将石锋的攻击 全数挡击在外 发出阵阵暴响而不破 这位海巫族的水之钢罩 自然不是石锋曾经与海巫成灭杀的那位海巫族中年男子可比 呵呵 此等痛苦的滋味如何 望着痛豪的石锋 这海巫族笑着问石锋 莫 莫非这位战巫大人 便是那一位 望着那方仿佛一面倒的战斗 雷鼓乌气科 对着身旁的祭司达纳 竟然说道 我海巫族战巫 海巫眼 达纳缓缓开口 说出了那个差不多震撼了整个冬月神州的名字 果然是他 听到那个名字 气科又是一阵惊呼 再而开口 说道 五大战巫之一海无言 传闻最喜好将敌人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然后 放入嘴中细细品嚼敌人的血肉 最可怕的是 在他品嚼你血肉的时候 他也不要你性命 就算你生死 他也会以秘法将你的灵魂封存 让你亲眼看到自己的血肉被他吃光为止 这是 一个令人闻风丧胆 毛骨悚然的存在 那是对肉身与灵魂进行双重折磨 在冬月神州 各族生灵 都不想成为他的敌人 气科还有听说 那魏战巫最强大的便是他的双手 传闻可动穿世间所有一切 那个孽障明明有秘宝在身 当时就连那头恶腰发动全力都未能将他怎么样 但却还是被这魏战巫海无颜给轻易冻穿身体 看来这海无颜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气科在心中暗暗说着 石峰 见到那人的双手刺入石峰的体内 听到石峰极度痛苦的大好声 见同面色大变 发出了一阵惊吼 可恨的是 他想以秘法将石峰从那片虚空移走 可自己的秘法 还是受到了干扰无法施展 不行 我要去救他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死 这时 石剑剑童身形猛然一颤 瞬间化为了那柄爵士魔刀 斩天魔刀 下一刻 并见魔刀狂猛斩出 所斩之处 空间破碎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黑暗刀口 人足 你的肉身还真是硬啊 要将你彻底撕碎 估计还要耗上一些时间 望着石峰痛苦猙獰的模样 海无颜露出饶有兴致的模样开口 看上去不慌不忙 一具很不错的人足肉身 他海无颜也不着急 马上将枝撕碎 嗯 而就在这时 只见海无颜腰异的面容忽地一动 抬起头望向了前方那片虚空 双目 顿时凝视在了那道狂斩而来的黑暗魔刀之上 刀腰 接着 只见他呼一咧嘴 道 有意思 转瞬之间 便见那柄斩天魔刀猛斩而来 斩向海无颜 海无颜右手一动 将手从石峰体内抽出 鲜血喷溅 啊 一阵痛苦的身影又从石峰嘴中响起 接着 只见海无颜对着那柄斩天魔刀屈指一弹 停 一阵脆响声回响 只见那柄斩来的魔刀 被海无颜一指弹飞 啊 一道痛苦的交呼从斩天魔刀上响起 看来那一指 就连刀中之灵剑桐都受到了伤害 剑桐 石峰连忙慌然喊道 紧跟着 凝聚全力的右拳与他的58剑真神器再次同时爆轰 轰 石峰狂烈的爆破声又响不过这一击还是被海无颜周身的水之钢罩给挡了下来 水之钢罩在石峰如此狂猛的力量之下为其半点连衣该死啊 石峰恨声道这样下去就算自己肉身强硬也迟早会被眼前的这的海污给撕碎 而就在这时石峰感受到那柄魔刀 再而朝着这方狂斩而来 脸色再而一变 石峰连忙转过头冲着那柄魔刀喝道 你干什么 你快点给我走 不要不自量力 呵呵 人刀烈吗 听到石峰喝喊 再望向那柄魔刀 海无颜在而笑道 跟着 他悠悠开口 说 真是一柄好剑的刀 什么种族不喜欢 偏偏喜欢这最卑剑的 人足 当再说到人足二字之时 只见海无颜的脸色及语气 忽然冷了下来 这一次 他右手狂甩而出 仿佛扇巴掌的动作 狠狠地扇向了那柄斩天魔刀 嘭 只听一阵暴响声又响 啊 伴随着的 还有一阵女人的痛呼 第2197章 他的 劫雷 斩天魔刀被海无颜重重扇飞 而就在魔刀在虚空中 顿止住飞逝的时候 化为了那道红色的倩影 只见剑桐那张妖媚的左脸之上 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五指掌印 正是那的海无颜留下的掌印 剑桐 远处 在而想起了石峰愤怒的抱吼 豁然回转过头 无比愤怒地瞪着眼前的这个海无足 剑桐因为自己而被这的海无足打脸 他 如何能不愤怒 哦 怎么了 心疼了吗 为了一柄刀而心疼 真是够奇葩的啊 海无颜望着石峰在而笑道 那样子好像很开心 死 我要让你死 你 会死 石峰咬着牙 冲着他狠狠地吐出声 哦 是吗 听着石峰的话 望着他那张无比愤怒的脸面 海无颜依旧是一脸的不以为意 自己 海无颜 乃海无足五大战屋之一 乃真神六重天境的绝对强大存在 一个真神一众天 今天对自己说会死 这对他海无颜来说 是多么的可笑 想着这些的时候 海无颜还留在石峰体内的左手 疯狂乱抓了起来 这时 眼看见同化为的斩天魔刀即将在而斩道 啊 忽然 一道极度愤怒的爆吼声从石峰嘴中响起 与此同时 只见一股如同海浪般的无形之力 从他的身上暴冲而出 不过这股无形之力石峰并未冲向海无颜 而是冲向了化为斩天魔刀的剑桶 随后 只听又一阵暴喝从石峰嘴中喝出 给我滚 滚远一点 而就在这时 石峰已经对着那只还在远处虚空看热闹的恶妖传音 下令道 给我看好这个女人 若是她再冲出来 我就让你魂飞魄散 哦 听到石峰话音 那恶妖旋即发出一阵低吼 她不想听令 但是她 必须接受命令 否则 便是魂飞魄散 巨大的妖身猛然移动 朝着斩天魔刀爆冲 身后既然对那恶妖下达了命令 石峰已经不再去管 身上震震剧痛袭来 这时 她的面色已经不是那痛苦猙獰 而是满脸冰冷 越来越冷 嗯 怎么回事 忽然间 望着眼前这张冰冷的面容 强大的海无言 心头竟忽然升起了一抹不安之感 这时她发现 这片天地的天色 忽然阴暗了下来 狂风大作 然后抬头 只见苍穹之上 忽然显现了一道无比巨大的黑色漩涡 那是什么 海无言竟然开口 那是什么 不仅海无言 就是遥远处虚空的气科都惊然出声 与达纳一同 望向了那道忽然出现的黑色漩涡 从那黑色漩涡中 他们感受到了令他们星际的力量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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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脊间 只见阵阵惊雷之声爆响 一道导暗黑雷霆显现 那是 你发动的力量 这时 海无言再而惊然开口 瞪大着双目 望向身前的屎风 跟着 他又摇头否定道 不可能 一个真神一众天 怎么可能发动如此强大的力量 黑色漩涡之中的灭魔黑雷 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天地之威 就是他海无言 都感觉到了极度凶险 你会死 我说过了 你 会死 石锋又冲着那海无言狠狠出声 他 竟然要突破了 天雷 那是你的天雷 而就在这一刻 海无言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明白了什么 大声呼道 那只刺入石锋身体的左手想要即刻抽出 如此天雷之下 就是他也不敢硬汗 战先退避 等那天雷消失再说 现在想退了 而这时 石锋却是对他冷冷笑道 浑身之力 接集聚在了他的双手之上 然后将海无言的左手手臂给狂猛抓住 滚开 背一件的东西 给我滚开 一件石锋这动作 海无言旋即大喝 右手在动 一拳朝着石锋的脑袋爆轰 轰 一阵狂烈的爆响声又轰响 而这时 石锋依旧满脸冰朗 遭受到海无言如此轰击 他竟横都没有横出一声 他的双手 还是将那海无言的左手手臂给抓住 滚滚滚滚滚滚 拿开你肮脏不堪的手 海无言的左手 不断地对石锋进行爆轰 但是石锋 就是死不松手 他的脸上 甚至冲着海无言露出了一抹冷笑 轰 这时 苍穹之上爆雷又响 只见那黑色漩涡之中 一道道面膜黑雷越陷越多 犹如一条条发狂的暗黑狂龙 喝 下方的虚空 海无言仰天一声大喝 一股爵士神力从他的身上狂猛席卷而出 狂猛冲击向了石锋 在那股爵士神力之下 石锋终于被震开 被震得不断后退 望着他 海无言这一次也冷声开口说道 卑贱的人族 你放心 等你渡完劫后 我会回来将你慢慢地玩死 说完这句话 海无言身形移动 开始飞退 跑 没那么容易 这时 石锋猛然顿止住了身形 望着逃亡的海无言 再而狠狠出声 随后 他的身形也是一动 暴冲而出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刻 面膜黑雷 岂能自己独享 催动全身之力 朝着那海无言追击而去 他 他 他终于要突破了 他要 渡劫了 给恶妖控制住的剑桶 见到那道熟悉的黑色漩涡之后 又发出了一阵惊呼 恶妖听到剑桶的话有些心惊 开口说 那是 他的劫雷吗 恶妖逐渐递意识到 与自己缔结主仆契约的这位 好像有些不太简单 海无言还在飞逃 而身后的石锋 却在颈椎不舍 随着石锋的身形在急速移动 苍穹之上的那道黑色漩涡 也急速移动着 紧紧相随着他 黑色漩涡之中 无数道狂暴的魔雷已经开始汇聚 雷霆的威势 已经越来越害人 滚开 杂种 给我滚开 别跟着我 急速飞逃的海无言 扭过头冲着身后的那道身影抱好道 他速度之快 他们之间的距离虽然越拉越远 可他的身形 还是在那巨大黑色漩涡的笼罩中 第2198张魔雷变故 一追一赶 海无阻海无言催动全速飞逃 而石锋 也是催动全速 咬紧牙关脊椎 滚开 滚开 狗砸肿 给我滚开 感应到身后那道颈椎不舍的身影 海无言还是冲着他不断抱喝 除了急速飞逃之外 海无言还在不断地对身后发动攻击 不过 都被石锋那具变态的身体给挡了下来 有些攻击虽然阻了他一下 不过 根本阻止不了他对那的海无族的追击 轰 苍穹之上的暗黑狂雷已经全数合一 巨大的黑雷猛地闪动了一下 整片天地 都已被染成了一片墨黑色 而此刻 这雷是已经更加害人 此时此刻 达纳与齐克的身形也开始往后急速飞退 生怕被那片苍穹中的魔雷给轰道 那一位 应该能逃脱吧 望着那位还在飞逃的战屋 这一刻 齐克轻声开口 问道 在冬月神州 估计任谁都不会想到 那位竟然面对一个真神一众天而飞逃 今日知识若是传出去 估计也没有生灵会信 海无言 大人 达纳的嘴中 暗暗轻难着这五个字 此时此刻 他心中也有些没底 心中暗自祈祷 这位大人 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战屋 不如真神六众天才配有这个称呼 若是损失一位 对于他们海巫族来说 都是损失惨重 轰 而就在这时 又是一阵雷鸣爆响 这一刻 在几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人们看到了苍穹之上的那道面膜黑雷 猛然降落而下 好 好强大的雷霆啊 我靠 回转过头 再次抬头望向苍穹 海无言 再而惊声开口 毕竟他乃真神六重天的超级强者 速度 远超时风 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逃过了黑色漩涡及狂暴黑雷笼罩的范围 呼 感受着那道狂雷之力 海无言暗暗呼了一口气 刚才 可实在是太凶险了 没有想到那个变态 不解的 竟是那等劫雷 一个真神一重天 能挡下那等雷霆吗 嗯 当想着刚才那个人之际 海无言微微低头 再去看他 而就在这时 他再而猛然一惊 双目瞪大 那个被自己甩在遥远处虚空的那道身影 竟然 消失不见了 拳击间 一股不好预感在他海无言的心头浮现 缓缓地回转过头 他顿时看到了这一张 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的脸 那张脸上 此刻正挂着一抹冷笑 除了时风还能是谁 怎么会 怎么会 混账 你怎么会在这 怎么会在这里 这时 海无言直接冲着时风 怒然咆哮起来 自己可以说是费尽一切精力 避开了这个人 而这个人 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 轰 剧烈雷鸣 再而暴响 随着时风出现 那道原本在遥远处苍穹的黑色漩涡 也出现在了这片虚空的上方 而就在这一刻 那道无数道雷霆急剧的黑雷 也在这片天地猛然落了下来 世界末日 仿佛真的到来了 不 不好 一道惊然大呼声 从海巫族的那位济斯达纳的嘴中呼出 他逼着头 双目睁得无比的大 瞪着拖在手中的那只海蓝色水晶球 紧跟着 达纳在而抬头 望向了遥远之处的那一道红色身影 顿时发出了一阵怒然咆哮 这个贱人 啊 这个贱人避开了我的海蓝精干扰范围 啊 这时 细科也张大着嘴一声惊呼 此时此刻 剑桐的身影还是傲立于那只恶妖的巨大腰身之上 而他与恶妖明显已不在原来的那片虚空 刚才 剑桐便让恶妖一直往后退 再往后退 最终 他终于感受到了自己的秘法可以成功施展 看着时风暴追纳海巫族之际 剑桐便以他的神通 直接将时风移到了海巫延身前 于是 便出现了这海巫延极度抓狂的一幕 啊 滚开啊 苍穹之上的劫雷急速暴轰而来 海巫延冲着时风暴吼道 他已经知道 雷霆到来速度之快 自己已然无法比开 再加上眼前这个人如孵骨之躯 根本就甩不掉 轰 海巫延一拳重重地轰击在了时风的心口 他是多么想用这一拳将眼前的这个人给轰成粉碎 结果时风承受了他的这一拳 面容之上 还是那一抹冷然的笑 这一拳想要将他给轰成粉碎 很难 紧接着 在此双双目的注视之下 他们见到了那道狂猛降下的巨大魔雷 将那两道身影瞬间吞噬 这片天地已在无比狂烈地震颤起来 一个个还是睁大着双眼望着那方 呼 真是没有想到 这个人进阶 竟然降下如此恐怖的劫雷 他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另一方虚空之中 那个恶妖开口 竟然说道 他没有什么来头 听到恶妖的话语 剑童开口说道 不过下一刻 剑童在而开口 说他如今虽然在这个大陆默默无名 不过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 他的名字便可以响彻这整个大陆 一定会 说到最后之时 剑童妖妹的俏脸已变得无比坚定 他在小世界的时候 可是亲眼见识过他的成长 从只有真神之力 到最终可以轻易毕灭杀真神三重天 而如今 都可与真神四重天抗衡 等他这次劫雷再过后 估计战力将更加的恐怖 而这些 也不过发生了一个多月而已 一个多月的时间 试问这个天下 谁可以做到 但是那的妖孽 就是凭他的本事与天赋做到了 虽然说 他吞噬了那么多的神药 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进阶 但那些神药 本就凭他自己的本事获得 该怎么办 那位战屋大人被狂雷吞噬 那道狂雷 你我根本无法靠近啊 望向那道令自己无比心机的劫雷 喜科满脸担心地开口说道 原本以为那个孽障这下可以死了 却没有想到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这个孽障 这个孽障啊 令怎么就这么硬啊 他怎么 就不去死啊 望着那道狂雷 见到那的人屡次不死 喜科心中满是抓狂 第2199章本帅 不奉陪 无比巨大的黑色雷柱 还一直在狂降着 这一刻 就是那位海巫族祭司达纳 心中都已经没底 尽管那位战屋大人强大 可是 那黑雷的毁灭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达纳已将此地的变故传达给那位 他们海巫族的至尊 结果到现在 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到的此刻 除了那位与其他四位战屋大人能改变此次变故以外 达纳想不到其他存在 那一位 怎么还没有回应啊 随着时间逐渐过去 达纳变得越来越焦急 海巫族的那位至尊没有回应 而其他的几位战屋 只有那位才能对他们传音 以及下令 如此劫雷下 他们 能活下来吗 另一方 那只巨大的乐妖在而缓缓开口 说道 到的此刻 看着恶妖的状态 看来伤势已经恢复地差不多 而就算她腰身强悍 脾糙肉厚 但是面对那片天地的如此狂雷 她认为 自己应该无法抗下 恶妖虽然是在自言自语 不过声音不清 传入到了剑童耳中 剑童旋即开口 说 她 自然可以 曾经在小世界的时候 剑童也怀疑过她能不能在那等雷威下 曾活 而那个时候 她确实是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活了下来 此次杰雷虽然比之上一次更加狂烈 不过这一次 剑童是对她无比自信 而且她有种感觉 此次从杰雷中走出的她 将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强大的她 加油 你一定可以活下来的 你 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剑童双拳紧握 暗暗说道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 达纳还是没有得到海乌纳卫的回应 不仅达纳 就是雷鼓族统帅齐科 心中都已变得万分交集 若是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将越来越难将那个孽障给弄死 那个孽障若是被那截雷轰死的话倒一了百了 但是他若是在那道截雷中活下来 必然会命令纳之与他缔结主仆契约的乐妖 前往为他护法 纳卫 有回应了吗 这时 细科在而开口 问身旁的达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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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问了度几遍了 若是纳卫有回应 我会跟你说 听到细科又问 本就烦躁的达纳 没好气地说道 见到他这副模样 细科不再说什么 双目 在而凝视向了那道黑雷 他能感受得到 那道狂暴无匹的黑雷 已经变得越来越狂烈 这方狂暴波动 令得四面八方的生灵 往四面八方狂乱奔腾 仿佛大劫难降临 时间又久久过去 只见苍穹中降下的狂雷 仿佛有了逐渐减弱的趋势 真的 在开始减弱了 气科原本想问身旁的达纳 里面的情况如何了 到底哪位活了下来 毕竟他们海巫族神秘 懂得一些玄妙神通 不过话到嘴边 想起达纳刚才那不耐烦的模样 气科玄疾将要说的话 给咽了回去 不过他从达纳的脸上 逐渐感受到了不妙 而就在这时 再次双双目的注视下 只见那道暗黑狂雷 猛然溃灭开 不仅暗黑狂雷溃灭 就是苍穹之中 那道笼罩天地的黑色漩涡 都猛然溃散 这时那似双双目已经一眨不眨 紧紧地盯着那方虚空 逐渐地 他们见到那片虚空 悬浮着两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从肉眼上 已经完全分辨不出谁是谁 而若仔细去看的话 会发现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正在狂烈殴打着另一道身躯 该该死 而这时 只见海巫族基斯达纳的面色狂猛一变 妖艺美丽的面孔上 显露出了一股极度猙獰的狠容 怒然咆哮 该死的卑贱人族 竟然敢打我海巫族强大的战乌 真是 该死 真该千刀万寡 契科 原本还在看那两道模糊的血肉 谁是谁 而听到达纳的咆哮声后 他旋即明白了 黑雷降临之前 海巫族那位战乌 一直对纳的孽障进行爆轰 而此刻 竟然换成了纳的孽障 对那一位进行了狂暴轰击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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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风此刻 确实是一拳又一拳暴轰在了海巫岩的肉体之上 海巫岩 刚才遭受如此强大的狂雷暴轰 肉身被轰得破烂不堪 尽管强大无匹的他 已深受重创 已经彻底失去了战力 而持风 道道恢复手段运转 不断地对这具残破肉身进行恢复 我说过 你会死 而这时 石峰在而冷冷地吐出声 对海巫岩说道 跟着 轰 又一拳重重爆轰而出 轰在了海巫岩的心口 黑雷吞噬之前 这海巫便是重重一拳轰击在他的心口上 此刻 石峰重重必将之还击给了他 啊 一阵痛苦 疯狂的嗷叫声 从海巫岩的嘴中好响 哼 而这时 石峰重重一个冷哼 然后对这海巫岩再而重重一个轰击 轰 我们一起过去 将那卑贱的人族给击杀 救下这位战屋大人 这时 达纳旋即开口 对身旁的契科说道 没用了 那头恶妖过去了 听到达纳那话 契科随即指向那片遥远处的虚空 说 只见恶妖与剑童 正已急快之速往石峰赶去 那也要救下这位战屋大人才行 达纳冲着契科一个大鹤 目声鹤道 那副模样 仿佛是在对下属呵斥一般 再而遭到达纳的呵斥 契科的面容 终于在这一刻冷了下来 他气科 毕竟乃是雷鼓族高高在上的统帅 何曾遭受过其他生灵 对他三番五次如此呵斥 先前为了给女儿气窑报仇 他可以忍下来 而此刻 他们海巫族 根本杀不了那个孽障 竟然还有脸对自己呵斥 更何况 那只恶妖飞向那方 自己跟他达那就算是过去 都无法救下那个海巫岩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与我一起过去 再晚的话 那位海巫大人 真的会被杀 见到契科没有反应 达纳在而对他喝道 而这时 只见契科的面容 已经变得越来越冷 只见他冷冷开口 说 要去你去 本帅 不奉陪 第2200张撕碎战屋 契科对达纳说完那番话后 转身就要离去 如今 明显已经指望不上这海巫族 但是女儿气窑的仇 他不会放弃 他契科 会再想其他方法弄死这个人 契科 你 见到契科转身 达纳忽然冲着贪恶吼道 契科 你小小的雷鼓族 难道想抗命我海巫族不成 难道你想你雷鼓族亿万生零 全因为你的愚蠢而死 嗯 听到达纳话语 转身的契科身形一阵 跟着回转过声望向达纳 道 你海巫确实强大 但我雷鼓族 并不是你们海巫族的附属 我契科 对于你们海巫族一样强大的极格种族也有交情 他们 绝对不会让你们海巫族对我雷鼓族下手 好自为之吧 达纳 说完这句话后 契科已经直接不再管达纳 盛行一个闪动 以及快之速离开了这片虚空 契科 达纳狠狠地吐出这两个字 他没有想到 这小小的雷鼓族人 竟敢如此顶撞自己 竟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这一刻 如果可以将那契科给灭杀的话 达纳真想冲过去将他给轰死 啊 冷冷发出一阵怒喝 达纳回转过头 双目 再而凝视向了那方的战场 此时此刻剑桐与恶妖已经到来 守护于石峰身旁 静静地悬浮虚空没有在动 而石峰 还深入轰着那位海巫族的战巫 你不是很喜欢将生灵撕成碎片吗 现在本少便让你尝尝 肉身被慢慢撕裂的滋味吧 冷冷地说着这句话 石峰的双手一动 猛地一戳 戳入到了海巫岩的肉身当中 痛 非常的痛 但是此刻的海巫岩身受重创 就连痛呼声也已经呼不出 只是肉身在不断地剧烈抽搐着 撕 紧跟着 一阵肉身被撕裂的声音响彻 远处的那道声音 也传入到了海巫族达纳的耳中 达纳是很想冲过去救下他们海巫族的战巫 但是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开 有那头鹅腰在 而且气科也丢下了他离开 以他达纳之力 根本就无法与那头鹅腰抗衡 身形狂猛一个闪动 达纳也以急速之力离开了这片天地 一切 等得到那位至尊回应再说 另一片虚空 始风将海巫岩慢慢递给撕碎 撕碎再撕碎 鲜血喷溅 一片片碎肉 掉落向了下方那片狼藉的大地之中 就这样 这位强大的战巫 直至被石风给凶残地撕死了为止 九幽冥宫一栋 一位真神六重天强者的死亡之力 血液魂魄 被他给瞬间吞噬 而就在这时 只见石风那具残破的肉身 正在以肉眼能见的速度愈合起来 石风 一道交呼 从他的身后传来 石风回转过头 望向了那道奥利鱼巨大腰身上的红色倩影 咧嘴冲他一笑 而这时 剑桐也冲他奄然一笑 笑道 恭喜你 谢谢你 石风却也开口 对他谢道 那个时候 就是他都以为追不上那的海巫族了 而最终能将那的海巫族给撕碎 全亏了剑桐当时及时出手 让他出现在了那海巫族的身前 一同遭受着神雷的洗礼 不用谢 剑桐脸上还挂着笑 此刻 石风残破的肉身已经彻底恢复 而剑桐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此刻身上的气势已经完全不同 不仅剑桐 就连那头恶腰都已感受到 石风的灵魂之力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他再一次仔细搜寻着 藏在暗处的偷窥之人 石风有种感觉 那藏在暗中的偷窥者 并不是被自己撕碎的海巫颜 而在灵魂之力一动之际 他发现自己的灵魂之力 也已经到了即将突破的边缘 走了 这时 只见石风眉头一皱 暗自说道 随后他缓缓摇了摇摇 也无法确定到底走了没有 这时 石风对剑桐在而开口 说道 我们走吧 先离开这里再说 嗯 剑桐点了点头 他自然听石风的 不过却见那只恶妖凶了庞大的脸孔上 露出了复杂的人性化之容 恶妖深渊 他都记不清自己在那生活了多久岁月 让他就这么离开 心中生起一种不知所措之感 我 你 而这时 恶妖再而缓缓开口 道 你 能不能放了我 说着这句话时 这头恶妖仿佛以哀求的口吻 我为何放你 石风冷然开口 反问他道 这头恶妖 当时都想要自己与剑桐的性命 后来好不容易被自己收服 岂能就这样放他离开 而且一头真神五重天巅峰的打手 很不错 只要你放了我 我答应再也不会与你为敌 我发誓 恶妖信誓旦旦地说道 不必这么麻烦 放了你不可能 从今往后听我之令 只要你听话 我会让你平安地活下来 而你若心术不正的话 刚才那的海巫族 就是你的下场 当石风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恶妖旋即感受到一股冰冷的寒意 直冲自己的腰身 他感受到 这个人 这个曾经他眼中的卑贱生灵 若是惹怒了他 好像真的会将自己给慢慢撕碎 当这恶妖在恶妖开口的时候 石风打断他道 我们走 离开这片山脉 语气 透着不容拒绝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石风身形移动 闪到那头恶妖的背上 一阵低喝 走 哦 一道吼声响起 恶妖巨大的腰身无奈移动 往恶妖山脉外急速暴冲 以这人的态度 看来他是不可能就这样放过自己了 这片山漠的深处 还有没有比你更加强大存在 而这时 石风又开口 问身下的恶妖 有 恶妖没有丝毫的犹豫 开口回道 哦 听到他的回答 石风面露好奇之容 回转过头望了望那片无尽的山脉深处 再而说到 比你更加强大的存在 那是达到了什么级别 不知道 恶妖回答 那个存在 很强 我只见过他一眼 但我知道 那是可以将我瞬间秒杀的存在 我只见过他